我死了 站在新都百货最高楼一跃而下 仿佛预见到自己粉身碎骨的画面 高中毕业后 我撕掉了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毅然决定打工赚钱 因为我的亲美女朋友柳如烟 挺着大肚子让我负责 结果柳如烟和情夫骗光了我的家产 孩子也不是我的 再争也 回到毕业前夕 这一世 看我不弄死这对狗男女 我假意让柳如烟生下孩子 然后连夜跑路 厨艺 你不是喜欢我吗 只要你在全校师生面前给我表白 我就答应你 迷蒙中 楚艺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她缓缓地睁开眼睛 熟悉的脸庞映入眼帘 柳如烟 叫是 她环顾四周 熟悉的感觉瞬间袭来 泛黄的墙面上贴着名人名言 黑板上用粉笔写着 距离高考还剩一百天 这是楚艺梦中都回不去的高中时代 我 我重生了 2007年 高考前三个月 呼 楚艺忍住内心想要咆哮的冲动 眼眶泛着泪 看来老天也看不下去她的遭遇 让她重活一世 楚艺看着柳如烟那傲娇的表情 回忆袭来 楚艺是学校的优等生 这个星期一升起一式的百日实施大会 她是学生代表将上台讲话 前世 面对柳如烟的要求 楚艺在全校师生面前当众给柳如烟表白 就为了满足柳如烟的虚荣心 结果楚艺被通报批评 如果不是她成绩很好 加上她父母苦苦哀求 她早就被退学了 楚艺 楚艺 你发什么呆呢 我这可是给你追我的机会呢 柳如烟有些不满地呵斥了一句 周围瞬间响起一阵暴笑和起哄的声音 楚艺 加油 我看好你 在世事大会上表白 傻子才会这样做 哟 楚艺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周围的同学都纷纷不相信地笑了起来 毕竟 世事大会是很重要的会议 没有谁会在这样的场合开玩笑 楚艺不由地苦笑一声 她前世还真就是的大傻子 她干过的傻事还不仅是这一件 上一世 为了给柳如烟和孩子负责 楚艺撕掉了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甚至还和家里大吵了一架 老妈因为这件事被气得住了院 身体越来越差 没几年就撒手人寰了 柳如烟就住在楚艺家不远处 两人从小就一起长大 算是青梅竹马 从小楚艺就喜欢柳如烟 到了高中就和柳如烟表白 只不过一直被柳如烟拒绝 给楚艺的理由就是不想因为谈恋爱耽误了学习 当时楚艺哪里懂这些 她是班里的尖字生 柳如烟的成绩却是垫顶 表白了几次之后 楚艺心灰意冷 没想到高三的时候 柳如烟却突然主动接受了她 现在回想起来 柳如烟恐怕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楚艺 之所以会答应她的追求 不过是发现自己怀孕了 想要找个老实人接盘罢了 楚艺没有想到柳如烟年纪轻轻 心思却如此歹毒 重活一世 楚艺不仅要让柳如烟 那对狗男女付出代价 更要为了自己 为了家人而活 这是零青年啊 对于重生回来的她 这个年代 那就是遍地是黄金 到处是宝藏 只要她愿意 她可以创造无尽的财富 这一世 楚艺不仅要弥补前世 没有上大学的遗憾 还要赚到足够的钱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楚艺深吸一口气 眯着眼睛 看着柳如烟 问道 你确定 柳如烟自信一笑 说道 当然确定了 你能做到 我就答应做你女朋友 要是你不答应 那就别怪我不给你机会了 说完 柳如烟就回到了 自己的座位上 楚艺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个时候 老师已经走进来 对着楚艺招招手 说道 楚艺 你跟我来 准备一下 今天百日适时大会 你上台演讲 楚艺点头 跟着老师往外走去 这一下 班上都沸腾了 几个同学围到柳如烟面前 都纷纷好奇地问道 柳如烟 你真让楚艺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给你表白啊 她能照做吗 柳如烟撇撇嘴 脸上露出一丝自信和骄傲 楚艺追我都多久了 只要我开口 就算让她去死 她都愿意 我能答应做她女朋友 她做梦都能孝心 一个同学说道 这搞不好 可是会被退学的 楚艺不会这么傻吧 柳如烟自信地笑道 不幸就等着瞧吧 同学们见柳如烟这么自信 都不由得感到不可思议 难道楚艺真就被柳如烟这样拿捏 镜子里的她身材笔挺 留着寸头 校服穿在她身上 散发出一种青春的肆意 操场上 全校师生都已经排好了队伍 校长用话筒宣布 接下来 请高三二班的学生代表楚艺上台演讲 大家欢迎 啪啪啪啪 掌声如雷鸣般轰动 人群中 柳如烟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她从小就爱慕虚荣 喜欢站在聚光灯下 今天异果 她必定会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 楚艺说不定就会被退学 反正她也考不上大学 如果楚艺也被退学 就能够去打工养活她了 简直就是一箭双雕 周围的同学都面色各异 等待着楚艺上台 楚艺挺了挺胸 准备上台 旁边同桌灵星不知道从哪里串出来 一把拉住了她 说道 楚艺 你是不是疯了 楚艺转头看了一眼灵星 问道 兄弟 什么意思 灵星焦急的说道 我都听说了 柳如烟让你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表白 你要真这样做了 那就被定在学校的耻辱柱上了 你知道吗 楚艺看着这个同桌 上一世 高中三年 楚艺把心思都放在了柳如烟身上 如果真要说有个好兄弟 只有灵星这个同桌了 也只有她会在这种时候 关心她 而不是看她笑话 楚艺淡淡一笑 说道 兄弟 放心吧 我有分寸 说完 楚艺就大步走上了升级台 灵星一拍脑门 心中五味杂沉 完了 这下完了 她太了解楚艺这个恋爱脑了 为了柳如烟 她什么都愿意做 可她要真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表白 一旦被学校开除 那失去的可就是自己的前途啊 楚艺一上台 掌声雷动 特别是高三二班的同学 尖叫欢呼声 几乎要刺破云霄 似乎都在等着楚艺出丑的样子 楚艺走上升级台 面向全校师生 她清了清嗓子 老师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学生代表楚艺 感谢学校能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在百日试试大会上演讲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表白 哗啦 楚艺的声音一响起 瞬间 引起了轰动 表白 这两个字眼在学生时代 那可是能一时激起千层浪的 下面的学生都沸腾了 特别是高三二班的同学 都不由得瞪大眼睛 卧槽 楚艺牛逼啊 竟然真的要在百日试试大会上表白 天哪 这家伙是个舔狗恋爱脑吗 疯了 我看她是真的疯了 同桌灵星更是一拍脑门 绝望的摊坐在地上 她太了解楚艺了 从小楚艺就喜欢柳如烟 为了能让柳如烟开心 她真的什么都敢做 可楚艺怎么就不想想 如果柳如烟真的喜欢楚艺 又怎么会让楚艺做出这样倒行逆时之举呢 灵星看着楚艺 无奈的尼南 兄弟 你清醒点吧 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见学生沸腾 校长老师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纷纷看向了生气台上的楚艺 不过 在这种场合 他们并没有立刻上前去阻止楚艺 在场所有人众 唯有柳如烟满脸傲娇 仿佛自己成为了聚光灯下的主角 旁边站着的女同学小声说道 柳如烟 你也太牛了 真羡慕你 有个能为你赴汤蹈火的追求者 柳如烟嘻嘻一笑 傲娇道 那是 楚艺啊 她就是我鱼塘里的鱼 呼之则来 呼之则去的狗女同学 震惊的瞪大眼睛 问道 你这么说人家楚艺 不怕人家不高兴吗 柳如烟满不在乎的说道 有什么好怕的 她还敢不高兴 柳如烟满脸得意 仿佛此刻 她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 她转头看向生气台 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 也都焦距在楚艺身上 顿了顿 楚艺才继续开口 我要表白学校 是学校给了我们追逐前途 和未来的舞台 我要表白老师 是老师辛勤的教育 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畅忧 给了我们追逐梦想的底气 我要表白父母 是父母亲近所有 才让我们顶天立地的成长 最后 我想和同学们一起 表白自己 高考是人生的分岔口 一次努力 一次选择 或许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多年后 当各位坐在新一的大学回首 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发奋努力的自己 楚艺的声音 回荡在整个操场 所有人先是一愣 表白 原来是这个意思 灵心更是目瞪口呆 看着台上意气风发的楚艺 胸口一阵激动 仿佛要破体而出 好兄弟 这才是真男人 他激动的大吼一声 说得好 随后带头鼓掌 老师和同学 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啪啪啪 掌声雷动 说得好 太棒了 我们就应该给帮助我们的人表白 泪目了 高中三年 我的努力有谁知道 我要表白我自己 我会感谢今天努力的自己 楚艺 太优秀了 此刻 柳如烟呆愣在当场 一瞬间 他内心的骄傲 自信 全线溃败 他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的看着楚艺 这还是他记忆中那个言听计从 呼之则来 挥之则去的舔狗楚艺嘛 怎么会这样 周围雷鸣般的掌声 仿佛是一个个巴掌 狠狠的扇在他的脸上 一声声叫好 像是对他的嘲讽 让他的脸瞬间 尴尬的红到了耳朵跟上 恨不能立刻挖个洞钻进去 事事大会结束 大家都回到了班级 柳如烟重重地拉开凳子 发出了句响 表达内心的不满 同桌高院小声地问道 如烟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让楚艺给你表白吗 你都放出话来了 他这摆明就是让你难堪啊 柳如烟虽然生气 为了面子 还是嘴硬道 哼 他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否则我一点机会都不会给他 就算他跪在我面前 都没用 高院疑惑道 我感觉楚艺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 柳如烟说道 就他 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说今天放学前 他就会跪求我原谅 你信吗 高院尴尬一笑 按照楚艺以往的尿性 还真有这个可能 高院挑拨道 那你可得把持住 男人就不能轻易原谅 不然可不好拿念 柳如烟自信地说道 我知道 这次我可不会轻易原谅他 此时 楚艺也回到了座位上 重回到高考前 对于楚艺来说 更要把握机会 前世 他的学习成绩一项很好 只不过花费了太多时间 在柳如烟身上 虽然考上了一本 可学校并不太理想 这一世 他经历过高考 加上本身底子都在 虽然多年没有读书 可只要趁着这三个月 好好努力一把 他就有绝对的把握 他的目标自然就变了 他要上最好的大学 就在这个时候 灵星从外面跑进来 一把拉过椅子坐下 手中拿着两包小浣熊干脆面 丢了一包在楚艺面前 楚艺抬起头 笑了笑 也没有客气 直接拆开 嘎崩脆 里面抽出一张卡 双边护眼镯 灵星一把抢过 笑道 兄弟 你运气不错啊 西游卡 我要了 不过说实在的 今天你真是长脸 说得太好了 你的演讲让我热血沸腾啊 楚艺笑道 这就长脸了 灵星憨笑 我还以为你真会给柳如烟表白呢 楚艺轻笑 没有回应这个问题 直接说道 你这小子 也该花点心思在读书上了 起码要考个好大学吧 楚艺记得 前世灵星的学习成绩并不好 高考落榜后 干过不少苦力 最后一次见面 似乎是在送外卖 日子过得并不好 灵星叹气道 哎 我这成绩没救了 楚艺眯着眼睛 说道 你信我吗 灵星肯定的点头 说道 当然信 你是我兄弟 我能不信吗 楚艺道 那你这三个月用心读书 我保证 你至少能考个一本 灵星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他刚想问 楚艺却道 如果你信我 就按我说的做 其他的别问 灵星只能闭上嘴巴 两人正在眉飞色舞的聊着天 不远处 柳如烟几乎要气炸了 之前 他和高远说楚艺放学前 必定会跪求他原谅 那是他谦虚的说法 按照他内心所想 十分钟内 楚艺不给他一个解释 他都无法忍受 偏偏看楚艺的样子 完全没有一点 要来认错祈求他的样子 终于 柳如烟还是没忍住 站起身子 就朝着楚艺走去 看到这一幕 班上的同学都偷偷注意起来 谁都知道柳如烟差点没被气死 这样子看着是要心事问罪啊 柳如烟来到楚艺面前 虽然内心气得要死 可表面还是装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他看着楚艺 居高临下的问道 楚艺 你难道不要给我一个解释吗 楚艺抬起头 眼神中透出一丝平静 反问道 什么解释 柳如烟说道 我让在世事大会上表白 你为什么不按我说的做 楚艺微微一笑 说道 我表白了 这话一出 直接差点把柳如烟给噎死 是啊 楚艺表白了 他表白了学校 表白了老师 表白了父母 甚至表白了自己 可柳如烟想要的是楚艺向他表白啊 柳如烟疑惑的看着满脸单纯无辜的楚艺 难道 是这家伙误会了我的意思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 柳如烟想到这里 心中更加确定 肯定是楚艺这个鱼目脑袋 没明白他的意思 让他去表白 他以为是以表白为体去演讲 真是气死人 这个大笨蛋 柳如烟越想越对 毕竟 他可是楚艺做梦都想得到的仙女 楚艺哪里敢忤逆他的话 可尽管这样 柳如烟还是觉得不能轻易原谅楚艺 他轻哼一声 说道 我不管 反正我生气了 你要是哄不好我 小心我不给你追我的机会 楚艺怂怂间 淡淡地回了一句 哦 他现在可没有心思和柳如烟 而女情长 能忍住不给柳如烟两巴掌 就已经很给面子了 柳如烟被楚艺的冷淡 搞得有些气急败坏 想到之前让楚艺表白 他却会错了意 这次他打算说得更明白一点 柳如烟对着同桌高院使了个眼色 高院顿时明白过来 嘴角露出一丝嘲弄 说道 楚艺 别说我不帮忙 明天可是如烟的生日 他最喜欢的就是学校旁边 那家特香包里面做的大蛋糕 我想 明天他生日 应该会有一个双层大蛋糕吧 嘶 听到这个话 同学们都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双层大蛋糕 这可要不少钱 用一个双层大蛋糕 就为了让柳如烟消气 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楚艺还没说完 柳如烟却撇撇撇 说道 我才不要他送呢 我还在生气 哼 给了楚艺足够的提示 柳如烟才傲娇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偷偷给高院竖起了大拇指 楚艺听到生日这两个字 一下子呆愣住了 他似乎感受到一缕目光投过来 抬起头 环顾四周 却发现那道目光连忙收到惊吓一般收了回去 楚艺这才看到 坐在边缘的叶施宇 一时间 陷入了回忆 前世 叶施宇在楚艺的人生中 似乎仅仅是一个关系普通的同学 毕业三年后 楚艺才重新遇到叶施宇 两人相近如宾 楚艺只是惊叹叶施宇改变非常大 现在的叶施宇 穿着一身校服 浓密的短发 将她那毫无瑕疵的精致脸庞隐藏起来 性格并不活跃 少言寡语 显得有些自卑 总是在默默地在本子上书写着什么 可当楚艺从高楼上一跃而下 灵魂即将消散的那一刻 突然有一个长相漂亮 穿着时尚的大美女 几个人群 将她抱在怀里 哭得格外伤心 到死 楚艺都不明白 她明明和叶施宇不算太熟 为什么 她死的时候 哭得最伤心的会是叶施宇 加上刚刚那偷偷关注她的目光 难道 从高中开始 叶施宇就一直暗恋她 想到这里 楚艺猛地站起来 朝后面走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同桌灵星想要拉住楚艺 却被楚艺挣脱 她内心不由地哀嚎一声 惨了 柳如烟果然不是普通的女人 三言两语 就贡献了楚艺 这下楚艺恐怕不仅要伤心 还得破财了 看到楚艺走来 柳如烟嘴角勾起一次笑意 心中暗笑 果然和她想的一样 楚艺还是沉不住气了 哼 别以为我柳如烟好糊弄 这次不狠狠教训楚艺 以后还怎么随意拿念 就在楚艺走到柳如烟身边的时候 柳如烟轻哼一声 站起来 楚艺 你就算和我道歉也没用 我 她话还没说完 却发现楚艺不紧压根 没有多看她一眼 反而一屁股坐在了叶氏语身边 这一下 柳如烟整个人都愣在原地 尴尬的差点扣出三十一听 什么情况 楚艺难道不是来给她道歉的吗 周围的同学看到柳如烟的模样 不由地哄笑起来 这让柳如烟更加恼羞沉目 气得坐了回去 将头埋了起来 叶氏语此刻也惊呆了 她有些惊恐无措地抬起头 看着楚艺 楚艺却露出一个开朗的笑容 小声说道 你刚刚在偷偷看我 叶氏语的小脸 刷得一下变得通红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在看书 楚艺笑道 看书 你没发现你书都拿反了吗 叶氏语连忙手忙脚乱地 将书反转过来 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说道 我 楚艺伸手在叶氏语的头上 拨弄了一下头发 打断道 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后记得要多笑 说完 就回到了座位上 叶氏语直接将在原地 久久无法释怀 他此刻能感受到自己的脸 烫得像是烧开了的水 心脏砰砰砰的狂跳 此刻 柳如烟简直被气得要发狂了 周围的嘲笑声 让他无地自容 气死了 真要气死了 他再也忍受不了 一下冲出教室 灵星用手肘捅了通楚艺 奸华地笑道 兄弟 有手段 你看人被你气跑了 楚艺疑惑道 谁 灵星道 当然是柳如烟啊 我看他是哭着跑出教室的 楚艺一脸猛 说道 我什么时候气他了 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灵星见楚艺这个样子 不由地竖起了大拇指 看来 自己这个兄弟还真是转性了 以前看到柳如烟 哪怕受一点委屈 他都心疼得要死 现在 竟然能无动于衷了 灵星忍不住夸赞起来 兄弟 你这才是真男人 佩服 五体投地 楚艺想了想 看向灵星 问道 对了 晚上没事 陪我去街上一趟吧 灵星说道 去干嘛 楚艺道 定个蛋糕 灵星顿时脸垮了下来 怒气不争地说道 糟了 我刚刚白夸你了 兄弟 你知道一个蛋糕多少钱吗 他柳如烟生日 自己不会买蛋糕 凭什么要你买 下午放学 楚艺和灵星两人 就骑着单车离开学校 灵星满脸不爽 喋喋不休 他本以为楚艺 已经逃脱了柳如烟的魔掌 没想到 还是要去买蛋糕 偏偏楚艺还不听劝 太气人了 两人刚出校门不远 突然 就看到柳如烟和高院 在学校角落 两人身边站着一个 染着黄毛的校外男子 三人有说有笑 看到这一幕 楚艺的眼神顿时冷了下来 上一世 柳如烟怀的别人的孩子 就是那个黄毛的 后来两人合谋 骗光了他的家产 逼他走上了绝路 没想到 这么快就见到了 楚艺这一世 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两人 他会慢慢地折磨两人 让他们尝尽 这世界最大的痛苦 楚艺本想离开 灵星却也看到这一幕 高声呼喊了一句 一 柳如烟 高院 你们怎么在这里 听到灵星的叫喊 柳如烟猛地转过身子 看到楚艺的那一刻 他脸上出现一丝慌乱 小黄毛绕有兴致地 看了一眼楚艺 嘴角勾起一丝嘲弄的神情 随后起着一辆破摩托 故作潇洒地离开了 柳如烟和高院 柳如烟 高院 你们怎么和那种二流子混在一起 柳如烟看了一眼楚艺 连忙解释了一句 楚艺 你别误会 我们和她就是普通朋友 没什么的 楚艺淡淡地呜了一声 柳如烟见楚艺这么冷淡 顿时生气地说道 楚艺 你什么意思吗 我都给你解释了 你什么态度 而且你别忘记了 我还在生气呢 楚艺怂怂间 说道 你生气 和我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气呼呼地说道 你 见气氛紧张 高院连忙打起了圆场 说道 楚艺 你也别生气 如烟只是陪我见个朋友而已 别这么小气嘛 楚艺没有理会 看了一眼灵星 说道 走了星子 晚了蛋糕店要关门了 说完 楚艺就骑着单车离开 灵星连忙追了上去 高院看着两人的背影 说道 糟了 让楚艺看到我们和黄毛哥在一起 她不会真的生气了吧 柳如烟脸上露出一丝自信的笑容 说道 她有什么资格生气 你刚刚没听到她的话吗 表面上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 还不是乖乖的去给我买蛋糕了 高院瞪大眼睛 说道 如烟 还是你厉害 楚艺简直被你拿捏得死死的 柳如烟得意的摇头晃脑 说道 你看着吧 明天她送我蛋糕的时候 我会让她难堪 看她还敢不敢再给我脸色看 西西 你真厉害 走吧 黄毛哥刚刚说 新开了一家敌厅 晚上我们一起去玩的痛快 两人一边调侃 一边往外走去 楚艺和灵星来到蛋糕店 订了一个三层蛋糕 花了两百块 听到这个价格 灵星瞪大了眼睛 这可真是下了血本啊 她连忙拉住要付钱的楚艺 说道 楚艺 你想清楚了 真的要给柳如烟买蛋糕吗 我怎么感觉 她就是拿你当冤大头呢 楚艺皱着眉头 说道 谁说我要给柳如烟买了 灵星疑惑道 明天不是柳如烟生日吗 不给她买 还能给谁买 楚艺呵呵一笑 说道 柳如烟 她还不配 说完 楚艺就付了钱 拉着满脸猛逼的灵星 往外走去 灵星怎么都想不明白 既然楚艺觉得柳如烟不配 为什么还要买蛋糕 自己这个兄弟 不会是魔争了吧 发什么呆呢 走吧 回家吃饭了 行吧 再见 两人分别之后 就各自回家了 楚艺的家境并不算太好 因为父母是来打工的 为了省钱 租了的单间 用木板隔出了两个房间 实打实的老破晓 说是贫民窟也不为过 楚艺回到家里 父母上班还没回来 她深吸一口气 一股发霉的味道扑鼻而来 狭小的空间 让人感到无比的压抑 想到上一世 楚艺明明考上了大学 眼看着能够为家庭分担责任 可她却为了柳如烟 将这一切亲手付出东流 楚艺是家里的希望 贫穷的父母努力工作 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不敢休息 无比的节俭 可却从未亏待过楚艺 吃穿用读异常大方 只要楚艺学习能用得上的 他们从不吝啬 现在 楚艺才明白 前世当她和父母闹翻 一一孤行为了柳如烟 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为什么母亲会议并不起 最后英年早逝 她撕掉的不是录取通知书 是她自己的未来 更是父母呕心沥血的期望 楚艺想到这里 忍不住紧握着拳头 这一世 她要考自己的能力 让父母摆脱贫穷的生活 更要父母健健康康地活下去 看了一眼时间 楚艺的父母需要上班到夜里十一二点 这种日子过一天都难熬 可父母却足足坚持了十几年 随意煮了一包泡面吃过之后 楚艺就回到自己房间 她现在还在读高中 无论心中有多少抱负 暂时都还不能实现 她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高考 前世 楚艺虽然考上了本科 可分数上算不得拔尖 只有出了社会才能知道 就算同样是本科 985就是比普通的大学要好 哪怕清华北大 尖字生和普通学生 也有区别 楚艺经历过一次高考 虽然无法将所有试卷的题目都记住 可每个科目重点复习的知识点 她却是能大概回忆起来 特别是作文题目 她记忆犹新 楚艺开始回忆高考试卷题目 统一进行分类 一旦她整理完成 三个月时间 别说她底子本来就不错 就算是一个废材 有了她的知识宝典 恐怕也能轻松考个985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咔嚓 门被人打开 楚艺的父母 从门外风尘仆仆的走进来 母亲张红梅一进门 就喊道 儿子 在复书呢 厨艺点点头 笑道 妈 还有三个月就高考了 我抓紧复习一下 争取考好点 张红梅笑道 努力学习是好的 不过也要劳逸结合嘛 看 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 快洗洗手 把肉吃了 厨艺洗完手 坐在餐桌前的时候 一盘刚刚热过 香喷喷的红烧排骨 已经放在面前 爸妈 你们也吃 厨艺说道 爸妈吃过了 你要多吃点肉 学习很累 很苦 你还在长身体呢 张红梅摇摇头 说道 我和你爸都不爱吃排骨 太甜腻了 厨艺当然明白 哪里是父母不爱吃 他们不过是将好东西 都留给了他 厨艺心中无比感动 张红梅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开口 对了 刚刚回来的时候 路过你柳叔叔家 似乎是和柳如烟吵架了 厨艺老爹楚中书 疑惑地转过头 吵架 都高三了 怎么还给孩子 这么大的压力 你可不懂 如烟也是不懂事 都高三了 听说还要大晚上出去玩 这年头 外面可乱着 一个女孩子 张红梅说着 突然想到什么 转头看了一眼厨艺 两夫妻都知道 厨艺对柳如烟 有着超乎友情的感情 都是过来人 作为父母 当然知道厨艺的小心思 看到厨艺 还在低头吃着红烧排骨 两夫妻都有些吃惊 要知道 以前但凡听到一点 关于柳如烟的消息 厨艺都会表现出 极大的情绪波动 换作以往 这个时候听到柳如烟在吵架 厨艺可能二话不说 就冲出家门了 就连张红梅都胡疑了 伸出摸了一下厨艺的脑袋 厨艺一甩头 妈 你干嘛呢 厨艺嘟闹问道 没事 妈就是看看 你是不是发烧了 怎么听到柳如烟的事情 一点反应都没有 张红梅打句的说道 厨艺一翻白眼 将最后一根红烧排骨 放进嘴里 含糊的说道 我现在没空理会这些杂事 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得把成绩网上提一提 说完 厨艺就回到房间 继续整理记忆中的资料了 张红梅愣在当场 好一会才回过神 他缓缓站起来 走到楚中书身边 突然伸手在楚中书的手臂上 用力一扭 啊 痛 楚中书吃痛 哀嚎一声 瞪大眼睛 气急败坏地问道 你干什么 张红梅有些呆滞地说道 会痛啊 那就不是在做梦 这是真的 楚中书痛的眼泪都快飙出来了 废话 你发什么疯呢 痛死我了 张红梅凑到楚中书面前 小声说道 傻货 你没发现你儿子变化很大吗 以前要是说到柳如烟 那小子恨不能把耳朵贴上来 现在你看看 事不关紧 楚中书揉着手臂 也点头道 你这么一说 倒是没错 其实我早看出来 小艺喜欢柳如烟 我一直都不同意早恋 只是 爱 张红梅摇头晃脑 都怪咱家穷 人家柳如烟家里条件好 别人还觉得 我们小艺配不上人家 依我看啊 以后我儿子肯定能上名牌大学 就柳如烟那样 要做我儿媳妇 我还看不上呢 真好 儿子长大了 第二天 楚一一大早就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走出房间 桌上已经是做好的早餐 包子油条 老妈还留着张纸条 督促楚一要把早餐吃完再去上学 看了一眼时间 才早上五点半 外面的天才刚刚亮起 可父母却已经去上班了 前世 楚一甚至完全没有在乎父母的感受 想到这里 楚一恨不能给自己两巴掌 不过 现在一切都来得及 楚一心中已经有了计划 等高考一结束 她就可以让父母结束这般宛弱地狱的穷苦生活了 吃过早餐 换上校服 楚一骑着自行车来到蛋糕店 蛋糕店老板娘刚刚开门 看到楚一笑道 小伙子 这么早啊 楚一点头道 还得去上学 所以早点过来拿蛋糕 老板娘将早已经打包好的蛋糕交给楚一 道别后 楚一才拿着蛋糕赶往学校 刚走没多远 就碰到了灵星 楚一 灵星远远地打了一声招呼 看到楚一手中提着蛋糕 她满脸不爽地说道 我说兄弟 你还真的不死心啊 这么好的蛋糕送给柳如烟娜娘们 可惜了 楚一没有回答 看到灵星满脸疲惫 说道 你小子 怎么感觉你没精打采 昨天没睡好 灵星打了的哈气 含糊道 何止没睡好 我昨天一夜没睡好吧 楚一道 卧槽 你偷鸡去吧 灵星摇头道 那倒不是 我复习去了 兄弟 我可是听了你的 说我努力三个月 就保证我考本科的 楚一吃笑一声 道 就还剩三个月 靠你自己复习 有个毛用 灵星瞪大眼睛 操 你耍我 害我昨天搞了的通宵 楚一掏出自己 整理好的资料 直接丢给灵星 按照这个去复习 运气好 说不定能考个清华北大 不过 记住这个资料 只能你一个人看 千万不能外写 灵星虽然不知道 楚一为什么如此自信 可她确信 自己兄弟绝对不会坑他 两人来到学校 停好自信车 同学们已经 陆陆续续的到校了 看到楚一手中的蛋糕 顿时 引起了周围同学的注意 哇 三层蛋糕 好漂亮啊 这是谁过生日啊 不知道哪个美女 命这么好 生日就有人送蛋糕 好羡慕啊 要是有人能在我生日 送个蛋糕给我 那我真的会幸福死 不少人在一旁 羡慕地交谈起来 柳如烟和高远 两人走了进来 如烟 昨天在狄厅 我喝多了 先走了 你几点到家的 高远打着哈气问道 柳如烟脸色一僵 有些慌乱地说道 你走后不久 我就回家了 高远并没有怀疑 哦 快看 厨艺那个傻子 还真的给你买了蛋糕啊 嘖嘖 三层蛋糕 真羡慕啊 柳如烟满脸傲娇 说道 哼 算他有心 要是让我这个生日 不得开心了 我可以考虑原谅他 高远羡慕地说道 还是你有手段 把厨艺这样的优等声 都拿捏得死死的 柳如烟笑道 那是 就在这个时候 叶时宇从一旁走过 他低着头 显得有些孤僻 浓密的短发 遮住了他的脸 听到两人的对话 他身子微微一震 随后快步离开 柳如烟和高远两人 看了眼夜诗语 不由地嘲讽起来 土包子一个 昨天储艺竟然还和他搭讪 不过就是用来 弃我的替代品罢了 嘻嘻嘻 那是 也只有如烟你这样的 才能让储艺当个田狗 走 我们回班级 等会 我让储艺给你切块大的蛋糕 两人嘻嘻哈哈地 朝着教室走去 一进教室 就看到储艺桌上的大蛋糕 周围的同学也都以为 储艺是给柳如烟买的 毕竟 大家都清楚 储艺就是柳如烟的田狗 不由地开始起哄 柳如烟满脸傲娇 跨步朝着储艺和蛋糕走了过去 看了一眼三层蛋糕 柳如烟眼眼里露出满意的神色 储艺 你真好 我很满意 储艺眉头一凝 你满意什么 马上上课了 请别打扰我学习好吗 储艺头都没抬 冷漠地回了一句 柳如烟脸色一僵 嘴巴立刻就嘟了起来 换作以前 储艺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她 肯定立刻爆发 不狠狠羞辱咒骂储艺一顿 绝对不会罢休 可现在她忍住了 看在三层蛋糕的面子上 她还不能发脾气 回到座位 高院捅了同柳如烟的肩膀 说道 如烟 咋回事 为什么储艺对你这么冷漠 柳如烟不屑地怂怂肩 男人嘛 死要面子 要不是看在她给我买了三层蛋糕的份上 本小姐怎么可能受这个气 高院嬉笑道 那是 储艺这家伙开始玩脑筋了 明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还买了蛋糕 偏偏要惹你生气 难道这就是她精心设计的惊喜 柳如烟傲然 小声道 舔狗也有自尊心 她可能是没想好 该怎么给我道歉吧 柳如烟打了个哈气 昨天玩了一个通宵 都没怎么睡觉 现在困意袭来 她趴在桌上准备睡觉 只等着放学时刻 储艺给她送蛋糕 庆祝生日 这么大的蛋糕 够全班同学吃了 看来今年的生日 可以挣足够的面子了 厨艺没有搭理柳如烟 她正拿出自己整理的高考宝典 仔细钻研 虽然 她的底子在 想要考个本科根本不费事 可想要真正考上顶级大学 她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 灵芯在厨艺的影响下 也破天荒地开始努力了 毕竟 能够用三个月的时间 就考上重点大学 这是她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翻开高考宝典 灵芯顿时惊呆了 这宝典里面 竟然将所有学科的重点知识 都汇总在了一起 不仅一目了然 而且都标注了关键信息 灵芯转头看了一眼厨艺 问道 厨艺 你确定这里的知识点 高考会考 厨艺笑道 嗯 这本宝典你甚至不用理解 只需要在三个月内 把它们全部背下来 灵芯瞪大眼睛 继续往下看 最后停留在短短的一行字 作文 行走在消逝中 连作文题目都有 而且没有备选 只有唯一一个 也就是说 厨艺简直不是压题 而是预言 她刚想细问 上课铃声却响了起来 刘一刚跨步走了进来 刘一刚是班上的班主任 监语文老师 上课 起立 老师好 等同学们坐下 刘一刚准备上课 眼睛却撇到了 趴在桌上呼呼大睡的柳如烟 她顿时脸色冷了下来 走到柳如烟身边 用手指扣向桌面 柳如烟被惊醒 迷迷糊糊地抬起头 看到老师 不由地吓了一跳 柳一刚恨铁不成钢地怒道 马上就高考了 还睡 要睡回家睡 教室是给你睡觉的地方吗 柳如烟一阵心颤 连忙狡辩道 我昨天做习题忘记看时间 做得太晚了 所以 柳一刚当老师这么多年 什么学生没见过 更不要说 柳如烟昨天敌听通宵 到现在还有酒味 竟然还好意思说自己通宵学习 柳一刚倒是没有拆穿柳如烟 她轻哼一声 说道 高考是你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不成功变成人 自己什么成绩自己心里清楚 就算你不想学 也不要耽误了别的同学 不要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听到柳一刚的话 厨艺不由地抬起头 恍惚间 前世她也听过柳一刚 说过类似的话 甚至 柳一刚还特地单独提醒过她 不要被柳如烟所影响 结果 厨艺显然没有听 到现在才发现 柳老师也曾经对她有过期望 柳如烟被当众数落 感觉无比地丢人 脸憋得通红 眼睛泛起了泪花 心里不停地咒骂柳一刚 她将课本立起来 把头埋在书本下面 柳一刚也没多浪费时间 开始上课 班主任的课上完之后 柳如烟就更放肆了 直接在别的客人老师的课上睡觉 对于这一幕 大多数老师也只是无奈地摇头 命运是自己的 看过太过自暴自弃的学生 让这些老师多少明白 有很多学生 并不是他们苦口婆心几句话 就能够拉回正规的 用现在很流行的话来说 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终于 熬到了放学 柳如烟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第一件事就是将小镜子拿出来 开始打扮自己 毕竟等会 厨艺就会来送蛋糕给他过生日 他必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果然 一下课 厨艺就提着三层蛋糕站了起来 往后面走去 不少同学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幕 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厨艺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 听说这个三层蛋糕很好吃 等会不知道会不会分我们试点 柳如烟命真好 厨艺不仅长得帅 学习又好 而且还那么专一 羡慕死了 哎 喜欢上柳如烟 恐怕是厨艺最失败的选择了 同学们小声的交谈 哪怕放学了 也没有一个人离开 高院此刻捅了通柳如烟 小声道 如烟 快点 厨艺过来了 柳如烟连忙放下镜子 抬起头 就看到厨艺走过来 她脸上露出一丝 腼腆得意的笑容 站起来 对着厨艺伸出手 厨艺 这蛋糕我很满意 你放心 上次的事情 我气消了 我会重新给你一个追我的鸡 柳如烟一边说着 一边打算接过蛋糕 可她话还没说完 厨艺的眼神却冷漠地扫了她一眼 随后就和她擦肩而过 这一下 柳如烟整个人瞬间呆地当场 难道 这个蛋糕真的不是送给她的 可今天明明就是她的生日啊 厨艺在今天买蛋糕 不送她 还能送谁 她不是一直喜欢自己吗 柳如烟很快就反应过来 她猛地转身 看到了让她瞬间崩溃的画面 周围的同学也在这一刻彻底惊呆 因为 此刻厨艺走到叶士宇面前 将蛋糕放在桌上 满脸笑意地开口 叶士宇 祝你生日快乐 这蛋糕是我特地给你定制的 希望你喜欢 同学们顺着声音都看了过去 一个个都猛了 什么情况 厨艺买蛋糕不是送给柳如烟的吗 怎么送给叶士宇了 难道今天也是叶士宇的生日 厨艺什么时候和叶士宇搞到一起去了 一下子同学们都七嘴八舌的小声议论起来 叶士宇也惊呆了 她捂着小嘴完全不敢置信 从入学以来 叶士宇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女孩 除了有限的几个女同学之外 她基本上很少和别人交流 大部分时间 都在默默学习 也是班上前几名的学霸 她从未和别人透露过自己的生日 没想到 竟然还有人会给她送蛋糕 而这个人还是她心中一直有好感的厨艺 这一下 叶士宇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的脸像是熟透了的红苹果 直直吾吾起来 楚 厨艺 你是不是送错人了 柳如烟在那边呀 此时 柳如烟尴尴尬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呆愣在原地 脸色像是被深秋寒霜打过的枫叶一般 完全失去了生机和色彩 周围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她定住 让她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同学们诧异 惊讶的目光 让她无尽的压抑 张张嘴 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 甘疼嘶哑 发不出一丁点的声音 这一刻 柳如烟感觉自己就像是舞台上的小丑 被人无尽的嘲讽和戏弄 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柳如烟紧紧拽着拳头 楚一明明是她的一条田狗 为什么买了蛋糕 不但不送给她 还当着她的面送给了叶士宇 楚一此刻却微微一笑 看着叶士宇 说道 我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这蛋糕除了你 其他人不配 不配 轰 这两个字 像是一道惊雷 轰在柳如烟的脑海中 周围的同学也都开始起轰 哇 好浪漫啊 叶士宇好幸福啊 真是笑死我了 之前柳如烟还只高气昂 以为楚一会送蛋糕给她 没想到小丑竟然是她自己 不吃 真搞笑 柳如烟平常一副自以为是的表情 原来是个小丑啊 周围同学的嘲讽声 让柳如烟显得无比的尴尬和愤怒 她不敢置信地跨前一步 盯着楚一 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地问道 楚一 你确定这个蛋糕是买给她 而不是买给我的吗 楚一冷漠地回应 我凭什么给你买蛋糕 我们很熟吗 柳如烟顿失欲色 她气到了极致 可哪怕再生气 她依旧不觉得自己输了 在她的思想中 楚一不过就是利用叶士宇来气她 这一切 不过就是楚一自以为是的表演 柳如烟深吸一口气 对着楚一怒吼道 行 你真行 楚一 如果你只是想用这种另辟吸进的手段 引起我的注意 让我生气 那我告诉你 你成功了 我真的生气了 以后 你再也不要和我说话 我绝对不会再原谅你 说完 柳如烟就转身冲出教室 高远看到这一幕 做事也要跟上去 然而 楚一却似乎完全没有受影响 她倾笑一声 大声说道 准备切蛋糕了 今天在场的同学都有愤欧 高远脚步一停 瞄了一眼蛋糕 三层蛋糕啊 她还没吃过呢 大不了等吃完了再去找柳如烟也不迟 此时 同学们已经围成一圈 楚一拿出蜡烛点上 让夜市与许愿 夜市与感动地看着楚一 默默地许下了一个心愿 随后 楚一带头唱起了生日歌 整个教室被一种温暖的感觉包围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耶 吃蛋糕了 我先 我先 这蛋糕可真好吃 夜市与坐在蛋糕面前 第一次将短短的头发理到后面 露出了一张精致无比的脸庞 她看着楚一 心中犹如小鹿乱撞 不管今天 楚一是不是真的把她当成了气流如烟的工具 不可否认的是 今天 是她这辈子 除了爸妈给她过生日之外 最幸福的一次生日会 与此同时 柳如烟走在走廊上 走得很慢 在她想来 自己都已经那么生气了 楚一肯定会忍不住追出来给她道歉 可她一步三回头 哪里有楚一的身影 气死了 真要气死了 她走到大榕树下 等着同桌高院 没想到 高院也是姗姗来迟 她有些不高兴地问道 怨怨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我等你半天了 你知道吗 高院尴尬一笑 连忙摆手 说道 没啊 我也在找你 柳如烟怒道 你是不是给叶湿雨过生日去了 高院哪里敢说实话 连忙否认 说道 我怎么可能给她过生日 她算什么东西 就那蛋糕 打死我也不会吃一口 柳如烟气呼呼地说道 还说谎 你嘴角的蛋糕奶油 还没擦掉呢 高院吓了一跳 连忙磨嘴 没擦干净吗 我刚刚还特地多擦了几遍 被柳如烟炸一下 高院就露馅了 这可把柳如烟给气得半死 你 你还真是我的好闺蜜 竟然为了吃蛋糕 给我情敌过生日 你 你 见柳如烟真的生气了 高院连忙保住柳如烟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如烟 你别生气 我保证 高院话还没说完 突然 柳如烟感到一阵恶心 她连忙下意识地捂住嘴 跑到一边干呕起来 哦 高院吓了一跳 连忙关心地问道 如烟 你怎么了 柳如烟也猛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你吃了那个蛋糕的气味 让我觉得恶心吧 高院松了一口气 调侃道 好如烟 你没事就好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怀孕了呢 柳如烟下意识地反应 大怒 你才怀孕 你全家都怀孕 说完 柳如烟气呼呼地丢下高院离开 心中却惶恐无比 怀孕 过完生日 楚义和叶士宇两人一起走出校园 叶士宇依旧显得很腼腆 刚走到校门口 就看到高院 高院扫了眼两人 气呼呼地走到楚义面前 怒斥起来 楚义 你站住 楚义眉头一皱 淡淡地问道 什么事 高院怒道 我告诉你 如烟是真的生气了 你把他气得都差点吐了 你最好快点去求他原谅 否则 他绝对不会原谅你 楚义闻言 身子微微一颤 差点 吐了 怀了 楚义回想前世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 柳如烟将会告诉他 那个毁了他一生的消息 快来了吗 柳如烟 我前世承受的痛苦 这一世 我要你百倍千位的的偿还 此时的楚义低着头 紧紧拽着拳头 浑身止不住地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看到这一幕 高院和叶士宇显然都误会了 高院撇撇嘴 心中暗暗地嘲讽起来 他还真以为楚义转性了 没想到 依旧是个甜狗 听到柳如烟不舒服 楚义竟紧张和害怕到浑身颤抖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就连叶士宇都诧异地看着楚义 看到楚义发抖的样子 或许 在楚义心中柳如烟是不可替代的吧 高院学着柳如烟昂着头 指高气昂地指指点点 楚义 我已经好心提醒你了 记住 立刻滚去给柳如烟道歉 不然后果你知道的 说完 高院心满意足地离开 楚义的确是激动 重生 是上天给他的一次机会 除了准备高考之外 他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 一个让柳如烟万劫不复的机会 叶士宇害羞地拉拉拉楚义 小声地说道 楚义 要不你还是去看看柳如烟吧 毕竟 他对你很重要不是吗 楚义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看他做什么 走吧 回家了 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送你的礼物 记得回家要看 很重要 叶士宇点点头 将怀中的礼物抱紧了些 因为 这是楚义第一次送给他的礼物 这个礼物 当然就是高考宝典 楚义不是就是竹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不可能给太多人 不过让一些自己的好朋友 成功靠到好成绩 已经搓搓有余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距离高考的日子 已经越来越近 这段时间 柳如烟却突然挽起了消失 班主任柳一刚 无比地生气 在高考这个关键的节点 努力上进的同学 恨不能把一天掰成两天用 楚义正在做作业 两个人脚步匆匆地 走到教室旁边 柳一刚看了一眼 也走了出去 这两人正是柳如烟的父母 班主任柳一刚 一出教室门 就破口大骂 柳如烟爸爸 我实在是很生气 柳如烟不好好上学就罢了 现在还旷课大半个月 眼瞅着就要高考了 这行为有多严重 知道吗 柳如烟爸爸一眼不发 神情有些木讷 恨铁不成钢 可又无可奈何 柳如烟妈妈却连忙说道 如烟是个很听话的孩子 他不来上学 肯定有他的原因 是不是有同学欺负他了 柳一刚怒道 柳如烟妈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说我们有校园霸凌吗 柳如烟妈妈说道 我 我只是怀疑 柳一刚生气道 我现在没那么多时间 处理这些事情 通知你们来 也是告诉你们一声 如果柳如烟继续矿课 我会上报学校 到时候 很可能就是退学处分 听到退学 两夫妻顿时被吓到了 柳如烟爸爸看着 就要跪在班主任面前 老师 不行 如烟不能退学 高中如果都没毕业 他以后人生就毁了 我保证 马上让他回来上课 柳一刚叹了口气 将柳如烟爸爸扶起来 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同学们假装认真看书 可却到处都是小声讨论的声音 爱 都说父爱如山 这一跪 让同学多少感到震撼 也感慨柳如烟的不懂事 父母的爱真是伟大又无私 处义并没有理会这些 专心地做着题 班主任处理完事情 黑着脸走了进来 同学们顿时惊声 柳一刚扫过同学 开口道 马上就要高考了 未来能上更好的大学 就看这段时间你们有多努力 千万不要学某些人 否则 未来一定会后悔的 同学们都低头不敢说话 柳一刚重重叹口气 随后 他才重新开口 不过嘛 也不是所有的都是糟心事 一周前的全是模拟考成绩出来了 接下来 我要重点表扬几位同学 首先 就是零星同学 以前零星同学 在我们班属于中下流 这次考试 他进步了 考出了480分的好成绩 只要再提升一些分数 就能够到一本分数线了 接下来就是叶诗宇同学 在这次考试中 也有了将近50分的进步 最后要表扬的就是楚一 他在这次全是模拟考试中 获得了第一名好成绩 大家要向楚一同学学习 什么 全是第一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楚一 虽然楚一成绩一直很不错 在学校的排名也在前30名内徘徊 可这次考试 可是全是统一的模拟考啊 楚一考了第一 天哪 这太强了吧 啪啪啪啪 震惊之后 所有同学都抱以热烈的掌声 能考全是第一 只要这个成绩保持住 基本上国内所有的大学 包括清华北大 都任由楚一选 那楚一的前途 绝对是不可估量的 放学后 灵心激动的一把搂过楚一的脖子 大笑道 兄弟 你的宝典果然太有用了 我还是第一次被刚子表扬 楚一道 别得意太早 高考才是重点 灵心耸耸肩 笑道 放心 兄弟我这段时间 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努力过 楚一笑了笑 并没有回话 更没有劝说什么要劳逸 结合这种话 毕竟 一两个月的拼命 能换来一个更好的前途 只要不死 何乐不为 还是那句话 只要干不死 就往死里干 就在这个时候 高院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他指着楚一生气地说道 楚一 如烟都消失大半个月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急 楚一道 我急什么 高院道 还不是你惹他生气了 你今天必须要把他找回来 楚一皱着眉头 脸色冷峻 一把撞开高院 留下一句话 关我屁事 随后 便离开了教室 高院指着楚一的背影 你你你 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到了放学 楚一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还没进门 就闻到了一股美味佳肴的香味 今天老妈休息 肯定做了不少好吃的 楚一推开门 妈 我回来了一进门 楚一就看到桌上满满一桌菜 看着就有食欲 再一眼 楚一的脸色却顿时冷了下来 因为 餐桌前 除了老妈之外 还有别人 不就是消失了大半个月的柳如烟吗 她怎么来家里了 楚一心中一惊 这家伙 又在谋划着什么阴谋 你怎么来了 楚一眼神中闪过一丝厌恶 语气冷淡的开口 柳如烟低着头 模样看上去既委屈又伤心 活脱脱一个绿茶模样 张宏梅有些尴尬一笑 称怪的瞪了楚一眼 说道 小义 怎么这么说话 如烟是来做客的 都还带饮料来和你分享呢 话虽这么说 可张宏梅心中却格外的好奇 以前要是柳如烟能上门来玩 楚一肯定激动的话都不会说了 热情的样子 甚至让她这个老妈都吃醋 现在呢 竟然这么冷漠 难道两人之间发生什么事了 柳如烟在张宏梅面前 可没有在学校那般骄傲和跋扈 反而像是个邻家听话的小妹妹 她委屈地嘟着嘴 说道 张阿姨 看来楚一不太欢迎我 那我就先走了 张宏梅面子薄 被柳如烟以退为禁 下意识地客气道 如烟 别离楚一 来都来了 怎么都要吃晚饭再回去 来帮阿姨端菜 说着 张宏梅就拉着柳如烟走进厨房 楚一默不作声 坐在餐桌前 看着桌上已经倒好的三杯饮料 她拿起自己的那杯饮料看了看 顺手 将自己的饮料和柳如烟的饮料交换了一下 柳如烟家里本身也不算富裕 上门来完还亲自带饮料 来来来 吃饭了 张宏梅的声音传了过来 三人坐在餐桌前 正准备吃饭 柳如烟迫不及待地端起杯子 阿姨 楚一 我敬你们一杯张宏梅笑道 如烟真是懂事 不过就是啊 学习要抓紧一些啊 柳如烟脸色一僵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神色 阿姨 我知道了 我会和楚一好好学习 考个好大学的 楚一 以后你要好好辅导我 这杯我先喝 柳如烟直接将一杯饮料喝了下去 然后 目光灼灼地看着楚一 楚一摇晃着杯子 好 我喝 楚一喝完饮料 一顿饭 柳如烟都在不停地献殷勤 随着时间过去 突然 柳如烟和张宏梅两人 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下一刻 两人竟然同时失去意识 倒在桌上 楚一一拍脑袋 他之前没有想到柳如烟 会连他老妈的饮料也一起下药 忘记换了 房间里 楚一将柳如烟直接丢在床上 看着柳如烟的脸 双眼透出一丝冷漠 柳如烟的报应马上就要来了 楚一坐在书桌前开始复习 马上就要高考了 已经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候 天蒙蒙亮 柳如烟缓缓地睁开眼睛 随后猛地从床上蹦起来 这是 楚一的房间 那昨天晚上 成了 可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呢 不应该啊 不管了 反正生米煮成熟饭 就算楚一也没有办法抵赖了 看了一眼楚一并不在房间里 他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 开门走出房间 一出门 顿时 八目相对 张宏梅和楚中书瞬间呆了 看着柳如烟从楚一的房间走出来 傻子也能想到昨天晚上 两人肯定睡在一起了 可他们还是学生啊 怎么能睡一起呢 如烟 你 你们 张宏梅瞪大眼睛 满脸震惊 柳如烟装出一副满脸娇羞的样子 捂着脸一句话不说 跑了出去 这不说话 反而让楚中书夫妇确信了 两人对视一眼 浑身涌起一丝无力感 这马上高考了 怎么能出这么档子事 此时 柳如烟已经跑出了楚家 躲在墙角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计划已经顺利实施 他总算能松口气了 正准备离开 就看到远处楚一正拿着刚买的早餐往回后 柳如烟嘴角勾起一丝不屑的笑意 楚一啊楚一 在学校你费尽心思讨好夜诗语 无非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 本姑娘一出手 你看这下不也屁颠屁颠地 给我去买早餐了吗 不过真可惜 顾奶奶看不起豆浆油条 哼 柳如烟再次露出了高傲的神情 楚一回到家里 就看到父母愁眉苦脸的样子 将豆浆油条放在桌上 爸妈 你们怎么了 楚一问道 张红梅顿时跳起来 急头白脸的就一顿输出 臭小子 你还问我怎么了 你昨天干了什么好事 你自己不知道吗 楚中书叹气道 楚一 你这样也太不懂事了 如烟毕竟是女孩 你们都还小 怎么能 怎么能 楚一闻言 顿时明白过来 看来 自己父母是误会了 他淡淡一笑 说道 爸妈 放心 没事的 楚中书气呼呼地说道 还没事 这马上高考了 万一要是耽误了高考 你们是要后悔一辈子的 楚一道 爸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看到楚一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夫妻两个只能无奈地叹气 张红梅心中始终不放心 说起来 楚一和柳如烟从小就认识 算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可 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学习 过早的同房 不仅会失去斗志 万一要是怀了 那可就出大事了 张红梅内心慌乱 拉着楚一 小声问道 儿子 那你告诉妈妈 你昨天有没有用那个 楚一一愣 疑惑问道 哪个 张红梅有些难以启齿 就那个啊 就是有没有安全措施 也就是有没有用 套 扑斥 这话一问出来 楚中书和楚一父子两 直接将刚喝进口的豆浆 都吐了出来 楚一不想被追问个没完 他直接拿起一根油条 背上书包 爸妈 我的事 你们就别担心了 我自己会处理好 我去上学了 说完 楚一就急匆匆地冲出家门 张红梅没问出结果 感觉凶闷 哎 真是不让省心 老楚 你说这件事 要不要和老刘家谈谈 谈 正是高考关键时刻 谈什么 你说的也是 楚一停好自行车 一眼就看到了叶诗语 诗语 楚一喊了一声 叶诗语脸色一阵通红 他低着头 停下脚步等着楚一 两人之间 都没有说话 可气氛却显得青涩而暧昧 两人一起朝班级走去 班级里 柳如烟正和高院嬉笑打闹 看到楚一和叶诗语一起走来 他脸上出现一丝怒意 这个叶诗语还真没有自知之明 在楚一心中 叶诗语不过就是他柳如烟的提身 真以为楚一会喜欢他 柳如烟傲娇起身 朝着两人走了过去 柳如烟挡在两人面前 他像个胜利者一眼 挑衅地看着一眼叶诗语一眼 随后像是绿茶附身 整个身子往楚一身上贴 楚一脚步一挪 没有让柳如烟靠上 柳如烟差点失去平衡 他当场就想发火 本姑娘主动倒贴 你还敢躲 真是气死人了 他压下心中的怒火 故意在楚一面前 角柳造作地开口 楚一 我还没吃早餐呢 你现在立刻给我去买包子 我要吃肉包子还有牛奶 柳如烟说得很大声 他非常享受 楚一像是舔狗一样 能满足他任何需求 他认为 昨天都已经住在了楚一家里 他一开口 楚一还不得屁颠屁颠地满足他 看到楚一还站在原地 柳如烟眉头一皱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怎么 还不去 我都饿坏了 你饿了 和我有什么关系 让一让 好狗不挡到 楚一脸色冷峻 漠然地错身而过 走进教室 柳如烟瞪大眼睛 浑身僵硬地呆愣在原地 什么 没听错吧 楚一既然骂他是狗 他惊讶地长大嘴巴 昨天明明都已经 为什么 柳如烟想不通 好一会 他才反应过来 心中暗想 这不会又是引起他注意的手段吧 就因为早上楚一去买早餐 他却先离开了楚家 所以楚一才生气了 用得着这么小气吗 哼 柳如烟想通了这点 心情总算好了一些 毕竟 楚一之所以生气 也仅仅是因为舔他 没有舔到 柳如烟坐回座位 高院好奇地问道 如烟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感觉 楚一现在对你都爱搭不理的 柳如烟淡淡地说道 生气了吧 高院道 生什么气 柳如烟道 还不是因为早上 他特地起的大早给我买早餐 我没吃 所以就生气了 他接近夜失语 就是故意气我呢 高院露出豪然开朗的表情 原来如此 不过如烟你也是 对于男人 是要拿捏 可不能太过分 人家都说 给一棒子后 可得给个甜草 柳如烟皱眉 心中却在反思自己 他虽然很自信 自己对楚一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可最近总感觉 楚一怪怪的 难道是真的 自己对他太差了 一上午 柳如烟都在胡思乱想 楚一却基本上 降头埋在书本中 包括灵星和夜时雨 除了课间 十分钟去上的厕所 基本上很少动弹 全力以赴 柳如烟没有来的 一阵烦躁 他早就对自己的成绩 失去了信心 下课后 柳如烟起身 来到楚一的桌子前 敲敲桌子 他尽量让自己 起来温柔些 楚一头都没抬 淡淡地问道 什么事 柳如烟深吸一口气 柳声道 楚一 中午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我请你 以往 让柳如烟 说出请客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 只要柳如烟想要什么 随口和楚一说一声 楚一就会迫不及待地 帮他处理 现在 他反而需要主动了 虽然憋屈 可毕竟不能失去 楚一这个甜狗 柳如烟满怀期待地 以为楚一会答应 楚一却依旧连头都没抬 没空 这两个字 就像是冰冷的刀子 刺进了柳如烟的心 他再也受不了了 他 猛地一拍桌子 瞪着楚一 无比愤怒地咆哮起来 楚一 你差不多得了 难道你以为我柳如烟 还用求着你 我已经给你抬接了 你简直不是抬局 楚一无所谓的耸耸肩 你就当我不是抬局吧 柳如烟气到发抖 你 你真是气死我了 楚一淡淡道 说完了吗 说完别打扰我学习 柳如烟几乎将银牙咬碎 他努力调整自己的心绪 深吸一口气 好 楚一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前面无论你怎么胡闹 我都不计较了 现在 你跟不跟我去吃饭 柳如烟脸色严肃无比地质问道 抱歉 我没空 我还得看书 楚一冷漠地说道 不吃 我说柳如烟 你最近不会是缺钱了 想要找个免费饭票吧 这都马上高考了 你还在作妖呀 灵心肆无忌惮地嘲讽起来 你 你们 好 楚一 你给我听清楚了 从今天开始 你别想再得到我柳如烟的原谅 再和你多说一句话 我就是狗 柳如烟放下狠话 转身就抹着眼泪跑出教室 高院看到这一幕 指着楚一 愤恨道 楚一 你 你真是个愣子 根本不明白女孩子的心 如果你想要标新利益 那我告诉你 你错了 从今天起 你会失去柳如烟的 说完 高院也追了出去 留下楚一和灵心两人面面相去 楚一扯了扯嘴角 无奈道 到底是谁 给了他这么大的自信 灵心苦笑道 这不是自信 是自负 楚一 以你现在的成绩 以后肯定是清华北大的料 柳如烟这种货色 恐怕大学都上不了 不知道他在牛什么 楚一怂怂间 管他呢 灵心看着自己这个兄弟 心中感叹 果然 自己兄弟终于正常了 再也不是柳如烟身边的那个舔狗了 柳如烟丑人多作怪 迟早会搬起石头 打自己的脚 刚想完 楚一却突然站起来 拿起书包就往外走 灵心顿时一愣 喂 兄弟 你不是刚说不管他吗 这还追出去 不是 我突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必须马上去办 说完 楚一就快速离开 重生一世 除了报复柳如烟 那对狗男女之外 对于楚一最重要的 就是赚钱 他拥有未来的见识和知识 直到接下去20年 经济将会爆炸性的增长 他有无数可以赚到钱的方法 可任何方法 都需要启动资金 如果仅仅靠打工 那一辈子基本上没有任何出路 家里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支持 想要快速挖掘第一桶金 楚一倒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上一世 楚一作为柳如烟的舔狗 柳如烟喜欢去敌厅玩 楚一就经常送他去玩 等他玩完后 再送他回家 在等待的过程中 非常无聊 所以敌厅旁边的一家呱呱乐 就成了楚一消遣的地方 而今天 那家彩票店 将会刮出一张十万元大奖 此时 柳如烟和高院正走在路上 高院安慰起来 柳如烟别想了 我看那楚一就是猪油蒙了心 迟早他后悔的 柳如烟不耐烦地说道 别提他了 我们去蹦迪高院道 哎呀 还蹦迪 难道你就一点不生气 柳如烟道 是有点生气 可我敢确定 楚一很快就会来给我道歉 他就是个下贱的人 楚一骑着自行车 正准备赶往彩票店 十字路口 正在等红灯 却看到柳如烟和高院 正在同一方向前行 看来 这两女人又是去蹦迪的 真晦气 这都能遇上 此时 高院似乎注意到了楚一 看到楚一的样子 以为是鬼鬼祟祟地跟着他们 他不由得佩服地 捅了同柳如烟的腰 如烟 不得不佩服你 实在是厉害 柳如烟疑惑地问道 什么 高院道 你别往后看 现在楚一正在我们后面 偷偷跟着我们呢 柳如烟闻言 嘴角都快压不住了 看到没有 刚刚还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 现在还不是屁颠屁颠地跟着他 男人 呸 柳如烟傲然道 那是当然 你在怀疑本小姐的魅力吗 高院道 好好好 柳大小姐的魅力 让我佩服 不过楚一为什么不直接过来道歉呢 柳如烟道 还不是大男子主义 不过 就算他道歉 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他 走着瞧 看我怎么羞辱他 说完 两人就站在原地 楚一不想理会两人 他急着去买彩票 刚想离开 高院却也遇到 哟 楚一 你不是很牛吗 怎么现在却搞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 楚一道 别挡路 我还有事要做 高院却挡在前面 嘲讽道 你跟踪我们就跟踪我们 还有事要做 楚一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笑了 楚一皱着眉头 不屑道 跟踪你们 我说你们两个自我感觉也太好了吧 谁跟踪你们了 柳如烟见楚一死不承认 情哼一声 说道 楚一 你家根本不是在这个方向 这里距离学校远得很 还说不是跟踪我 说完 柳如烟更是双手插腰 我知道你想道歉 又不好意思 放心 我也不为难你 你现在跪在这里 给我磕头 求我原谅 我就勉强原谅你 来吧 求我吧 楚一看着傲娇的柳如烟 无奈地白了一眼 神经病 老子去买彩票 没空理你们 楚一用力蹬了一下自行车 潇洒离去 柳如烟却指着楚一的背影 看到没有 男人的谎言真可笑 买彩票哪里不能买 要跑这里来买 明明是跟踪我 还不敢承认 高远希笑道 就是 不管他 我们玩我们的 此时 楚一已经来到了出大奖的彩票店 这件事他可以说记忆犹新 因为 前世他亲眼目睹了中奖的过程 来到彩票店 还没有几个客人 前世中奖的哪个人也还没出现 一进门 老板就看了楚一眼 问道 要什么 楚一仔细回想了一下 在柜上找了起来 呱呱乐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多 楚一虽然知道里面会有头奖 可还没能力把所有呱呱乐都包下来 他找了一圈 终于找到了 点了其中一款呱呱乐 老板 我要这个呱呱乐 给我先来十张 老板震惊的看着楚一 因为楚一还太年轻 选的这款呱呱乐 一张就要十块钱 十张就是一百块 众所周知 买呱呱乐除非出大奖 要么基本上都会亏一半 你确定 老板试探着问道 确定 楚一点头 老板拿出了十张呱呱乐 楚一开始挂了起来 一下买十张呱呱乐 这个行为顿时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 这小伙子 真有钱啊 看来是个新手 呱呱乐这玩意 买就亏一半 我之前买了几张 差点没给我亏死 看着吧 白虾真一百块了 楚一没有理会周围人的话语 他开始刮 第一张没有 第二张没有 第十张中十块 花了一百块 最后楚一竟然只中了二十块 老板都为楚一感到心疼 小伙子 不是我说 你的运气太差了 还是别刮了 是啊 一百中二十 你这运气 能中奖才怪了 不吃 你不能这么买 要看编号 比如冯八的编号更容易中 小伙子 留点钱买饭吧 楚一心中也一惊 他虽然有把握能中大奖 可却不知道具体在第几张 他兜里的钱 本来是用来买复习资料的 一共才两百块 现在已经花了一百 如果再不中 那就会和十万大奖 十字交臂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看到此人 楚一眼睛一亮 就是他 钱是十万大奖的得主 楚一记得他刚进门没多久 就报了大奖 他毫不犹豫 直接拿出剩下的一百 丢给老板 再给我来十张 老板一愣 疯了 这小伙子真的疯了 中年男子眉头一皱 对着楚一刚刚要的那款呱呱乐 对老板说道 老板 给我二十张 周围的客人都感到诧异 今天有钱人还真多啊 楚一和中年男子开始刮了起来 老板和顾客都围了过来 看两人刮彩票 就在这个时候 高院和柳如烟两人路过彩票店 看到楚一真的在刮彩票 高院扑斥一笑 说道 如烟 楚一这家伙还真是搞笑 竟然真的来刮彩票 明明就是跟踪 他这是在自我欺骗吗 柳如烟叹气摇摇头 说道 死要面子活受罪罢了 就他能中什么奖 高院道 就是 我们走吧 黄毛哥在等我们呢 两人正准备走 突然 彩票店内 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 卧槽 小伙子 牛啊 中了 中了头奖 撕 十万 天哪 小伙子 你简直就是神啊 头奖 呱呱乐出头奖了 听到店内发出的惊叫声 柳如烟和高院两人停下脚步 诧异的朝里面看去 瞬间 呆愣在地 中奖 谁中奖了 两人听了好一会 才缓过神来 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无尽的震惊 高院吞了一口口水 震惊到 如烟 我没听错吧 楚一中了十万块 柳如烟木讷的点点头 十万块 别说对他们这些学生 对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一笔巨款了 柳如烟先是震惊 紧急而来的就是无尽的激动和惊喜 陷入了自己的幻想中 楚一中了十万 他以后会成为楚一的女人 那这十万 岂不是他随便花 十万啊 这对于一个学生来说 那震撼绝对是致命的 高院看到柳如烟这么激动 他有些不解的问道 如烟 人家楚一中奖 你这么兴奋干什么 又不是你中的 柳如烟满脸笑意 得意道 怨怨你是不是傻 蒋虽然是楚一中的 可楚一在追我 我要是答应他做他女朋友 那他的钱 不都是我的了吗 我能不激动 高院一想 的确是这个道理 如烟 那以后你就直接成为富婆了 可不能忘了我 狗富贵 物相忘 那是自然 你是我的好姐妹 有好处 自然少不了你呢 柳如烟满脸嬉笑地说道 楚一中了奖 因为十万块是大额奖金 想要兑换 还得去总部 从店里走了出来 柳如烟就迫不及待地走上前 一把搂住楚一的手臂 说道 楚一 你真是太棒了 竟然中了这么多钱 我都在想 这钱我们该怎么花了 楚一眉头一明 这柳如烟也太自以为是了 这钱和他有什么关系 楚一眉头一皱 说道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柳如烟甜不知识地笑道 当然啊 楚一 我之前看中了一款金项链 一万多块钱 我们去买好不好 反正你现在有钱了 楚一嗤笑一声 神经病 说完 楚一就骑上自行车准备去领奖 柳如烟脸色一僵 他一咬牙 冲着楚一大声喊道 楚一 你只有这么久 我知道你很喜欢我 我答应做你女朋友可以吧 楚一头也不回 没兴趣 看着楚一消失的身影 气得柳如烟咬牙切齿 疯狂跺脚 都什么时候 楚一竟然还在装 他到底想要装到什么时候 高燕疑惑地走过来 如烟 你没发现 楚一好像真的不一样了吗 他会不会不喜欢你了 柳如烟大怒 胡说什么 我长这么漂亮 他会不喜欢 不过是突然中了大奖 想要嘚瑟一下 以前他是我的舔狗 以后也是 因为我还有一个重磅的底牌 只要我记出底牌 别说十万 我就算要他死 他都会愿意 听到柳如烟如此自信 高燕瞪大眼睛 底牌 他作为柳如烟的闺蜜 怎么不知道还有什么底牌 高燕问道 如烟 你就这么自信 柳如烟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笑意 说道 今天就不去蹦迪了 明天你看着吧 我和你打赌 明天楚一就会变回那个 对我言听计从的舔狗 高燕笑道 好 赌什么 柳如烟道 你不是有个QQ量号吗 你要是输了 就送我 高燕道 没问题 可要是你输了呢 柳如烟傲然道 拿捏楚一 我什么时候输过 高燕苦笑道 那也是 我怎么感觉 我被你坑了 两人嘻嘻哈哈的聊了一路 等到了高燕家 两人才分别 柳如烟看了一下时间 朝着楚一家走去 原本 他是想要高考之后 再使用底牌 可现在 楚一中了大奖 他盯上了那笔钱 只能提前使用底牌了 此时 楚一已经来到了彩票店总部 办理速度很快 十万块 已经打到了他的卡里 前世 楚一为了满足柳如烟对奢侈品 还有抚养小孩 放弃了大学 投入打工人的行列 可以说 吃尽了苦头 一个高中毕业的年轻人 想要赚到十万块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可如今 他还没高考 就已经有了十万巨款 这钱对于楚一来说 就是他日后报复的基础 对于这个世界 楚一早就看透了 积累基础财富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因为就在未来 富人可以用钱生钱 获得一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 穷人无论多努力 大概率很难跨越阶级 而对于有未来知识的楚一来说 他的道路 就像是走在遍地黄金的道路上 随手一捡 便是别人努力十辈子都得不到的财富 楚一心满意足地回家 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柳如烟在楼下等着他 想到前世 楚一为了追求柳如烟 几乎可以抛弃任何东西 甚至连自己的自尊都不要了 可柳如烟对他从来都是不假词色 连个笑容都懒得施舍 稍有不顺心就破口大骂 这一事 楚一不鸟塌了 柳如烟反而急了 你看 人就是贱 对他好的时候不知道珍惜 对他不好了 反倒不要脸面地贴上来 骂不走 打不跑 距离高考不剩几天了 那件让楚一悔恨一辈子的事情 恐怕也该来了 因为重生后 楚一改变了前世的处事方式 还买彩票中了大奖 他不知道这些事 会不会产生蝴蝶效应 柳如烟看到楚一走过来 低着头 表现出一副腼腆的样子 你来干什么 楚一皱眉道 柳如烟含情默默地看着楚一 扭捏地说道 楚一 我有一件重大的喜事要和你说 你听完可千万不要太激动啊 听到这话 楚一身子猛然一震 不由地倒吸一口气 来了 真的来了 前世 柳如烟是在高考后 才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如今却推钱了嘛 虽然时间上有了变动 可终究在柳如烟眼中 他不过就是一个用来兜底的老实人 呵呵 真是可笑 不过这正是楚一报复柳如烟 和他情妇的第一步计划 楚一压下内心的仇恨 他深吸一口气 装楚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抱歉 我没兴趣听 马上要高考了 我还得复习 说完 楚一直接跨步往家里走去 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愤恨 不过很快就隐藏起来 表现楚一副较弱的样子 桌上楚一 一把拉住楚一的手 眼中挤出了两滴泪水 楚一皱着眉头 温怒道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柳如烟微微抽气 心中却阴暗地想着 楚一 你表现得越是不在乎 越是不耐烦 恰恰说明 你依旧逃脱不了我柳如烟的手掌心 很快 我就会让你明白 我柳如烟 是你这辈子都逃脱不了的噩梦 我柳如烟 就是你楚一只能捧在手心的女神 柳如烟深吸一口气 语气交揉 楚一 我怀孕了 楚一停下脚步 身子微微颤抖 果然还是怀了 果然还是想让她当冤大头 前世 柳如烟找到她 说怀了她的孩子 她深信不疑 她疯狂打工 养活了柳如烟和孩子 柳如烟最后背叛她 她还能理解 可那个她养了十几年的孩子 就算没有血缘关系 也有多年的感情 可那孩子最后 不仅认了情妇这个亲爹 还亲手用刀 刺进了楚一的胸膛 坏种的孩子 依旧是个坏种 楚一的报复计划 同样包括那个混账 看到楚一沉默的样子 柳如烟嘴角露出一丝得逞的笑容 呵呵 还装骂 柳如烟等着楚一给她跪下 楚一却满脸淡然 说道 你怀孕了 和我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脸色一僵 她不敢置信地看着楚一 难道楚一不应该跪着给她求婚 不应该哭哭啼啼地要为她负责吗 为什么如此冷淡 柳如烟急了 楚一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我肚子里怀的是你的主 难道你不想负责任 楚一满脸冷漠 说道 我说柳如烟 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 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吧 柳如烟闻言 心中却暗息 果然 楚一终究不傻 她红着脸 扭捏地说道 楚一 你难道忘记了吗 前段时间我在你家吃饭 晚上我们睡在一起 然后 然后我就怀孕了 楚一内心吃笑 柳如烟的段位还真不低 这怀孕的消息传出去 恐怕 就连楚一的父母 都会认为 肚子里的孩子是楚一的吧 柳如烟凑到楚一身边 说道 想起来了吗 那天你还很早给我去买早餐 不过因为我害羞 所以就先离开了 你还在为这件事生气吧 我给你道歉 还不行吗 楚一淡淡地说道 我没生气柳如烟嘟着嘴 有些生气地说道 楚一 我都亲自给你道歉了 你怎么还对我这么冷淡 楚一道 马上就要高考了 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就哼了一声 说道 楚一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都给你怀了孩子 你还拿高考来当借口 难道你不想要孩子 那 那我就军院打掉 柳如烟假装生气 却时刻关注着楚一的表情 他当然不会打掉孩子 这么说 不过就是为了威胁楚一罢了 现在 楚一中了大奖 不仅有钱 还知根知底 是当冤大头最好的人选 楚一文言 却下意识地说道 不能打掉 心中却暗暗想着 这个孩子自然不可能让柳如烟打掉 要是打掉孩子 那还怎么报复柳如烟 楚一就是要柳如烟生下孩子 然后让柳如烟成为这个世界最狼狈的贱人 柳如烟眼睛一亮 果然这个威胁有用 他以为楚一害怕了 于是 得意洋洋地看着楚一说道 楚一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那你说说 我现在该怎么办 楚一眯着眼睛 心想这柳如烟还真是自以为是 不过正好 他可不会和前世一样喜当爹 等柳如烟生完孩子 他就提同跑路 楚一脸上露出一丝邪恶的笑容 那就生下来吧 听到楚一这个答案 柳如烟终于松了一口气 其实 他在怀孕之后 也去找过黄毛哥 可黄毛哥二话不说 就是将他一顿毒打 还逼着他要打掉孩子 柳如烟不想失去黄毛哥 只能偷跑离开 可一个还在读书的女孩子 要是被人知道自己未婚先孕 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他才想到让楚一喜当爹 让楚一养着他和别人的孩子 反正 在柳如烟眼中 楚一不过就是一个舔狗 看看 他只是随便说几句话 楚一就动容了 让他生下孩子 柳如烟当然不知道 面前的楚一可不是 前世那个废物舔狗 而是一个带着无尽恨意的敌人 很多时候 死亡不是最可怕的 柳如烟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 楚一 我们的宝宝出生 要买好多东西呢 要用最好的纸尿布 奶粉 我做月子 要去月子中心 一个月一万块钱的那种 有专业的月扫服务 你得买套房子 写我的名字 楚一 你说我们给宝宝取什么名字 是男宝还是女宝 听着柳如烟的话 楚一面无表情 不动声色 他冷冷地说道 马上要高考了 还是以考试为主 我觉得 这段时间 我们还是少接触的好 柳如烟文言 顿时一愣 楚一 你什么意思 不是让我生下来吗 楚一道 柳如烟 你现在是未婚先孕 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 学校第一个就会开除你 街坊邻居立刻就会让你一筹万年 难道你向你的头上 落上一个不自爱的恶名吗 这话直接让柳如烟脸色一僵 的确 虽然他找了楚一做冤大头 可万一消息传出去 会直接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柳 楚一见柳如烟害怕了 于是继续说道 这件事 你最好保密 等你生下孩子 会有一个天大的惊喜给到你 听到惊喜 柳如烟顿时没开眼笑 是房子 车子 还是炮子 柳如烟欢天喜地地说道 你说的对 不过楚一 这个惊喜是什么惊喜啊 楚一笑道 既然是惊喜 自然不能提前告诉你 看着柳如烟的样子 楚一心中冷笑 惊喜 想多了 那将是会成为柳如烟 一辈子噩梦的惊吓 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天 就是柳如烟遭报应的那天 柳如烟嘟着嘴 好吧 那我就等着这个惊喜了 楚一默然道 嗯 你慢慢等 这个惊喜会让你铭记一辈子的 不好意思 我要回去复习了 再见 楚一直接推门回家 哎 柳如烟想喊住楚一 却发现楚一根本不鸟他 只能无奈地往家里走去 不过 想到楚一的话 柳如烟的心情又好了许多 原本以为怀了得杂 重 没想到 却是怀了得摇钱术 柳如烟心里打定主意 以后就用这个孩子拿捏楚一 让楚一当一辈子的牛马 楚一此时回到家里 开始了复习 距离高考只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全力冲刺吧 复习到夜间 楚中书和张红梅两人 才浑身大汗淋漓地回到家 看到楚一在复习 两人很欣慰 张红梅拿出买的烤鸡腿 招呼道 儿子 休息一下 妈给你买了的大鸡腿 楚一走出房间 张红梅就将热腾腾的鸡腿 递到楚一面前 儿子 饿了吧 读书很辛苦的 先吃再复习也来得及 楚一接过鸡腿 鸡腿很大 却只有一个 楚一道 妈 你和爸也尝尝 说着 楚一就要将鸡腿分成三份 张红梅连忙阻止道 不用 我和你爸刚刚吃过了 这鸡腿香得很 我们可吃不下了 楚一怎么会 看不透老妈这点谎言 看父母一身大汗 眉宇之间竟显疲惫 楚一深吸一口气 他忍住眼泪 咬了一口鸡腿 儿子 妈没骗你 这鸡腿香吧 好多人排队买呢 嗯 很香 楚一吃着鸡腿 他抬起头 看向张红梅 问道 妈 假如有一天 我们要买房子 你觉得你想买怎么样的房子 张红梅呵呵一笑 说道 傻小子 这城里的房子 我们哪里买得起啊 楚中书闻言 却来了兴趣 怎么买不起 我还不老 等以后儿子要娶媳妇 我肯定要给儿子买套婚房 张红梅点点头 那是肯定的 要给儿子买套大房子 装修要好 还得靠近市中心 这样以后 要是有孙子了 就能上好的公立学校了 楚一一看着父母 就连幻想 都是为了她 爸妈 你们觉得 买套别墅怎么样 楚一问道 这话一出 楚中书和张红梅两人 先是一愣 楚中书率先说道 那感情好 别墅不仅大 而且独立一套 没有人打扰 安静的呢 张红梅也笑道 好是好 就是听说别墅都好几层了 打扫卫生都难 楚中书道 那刚好 我早不想让你跟着我上班受罪 你就在家打扫打扫卫生 买 就买别墅 哈哈哈哈 楚中书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 笑容中带着无尽的苦涩 因为她知道 自己这辈子无论怎么努力 恐怕也买不起一套别墅 笑着笑着 一家三口对视一眼 都大声笑了出来 楚一的心中却下定了决定 等高考结束 她就要开始搞钱 争取在上大学之前 就买一套别墅 让父母享福 第二天 同学们都陆续来上学了 班级门口 柳如烟脚步轻拧 缓缓走来 高院走过去 如烟 怎么样了 昨天拿捏了楚一吗 柳如烟满脸得意 笑道 那当然 拿捏得死死的 高院竖起大拇指 厉害啊 我就说 楚一肯定逃不出你的手掌心 柳如烟傲娇的点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 楚一也来了 柳如烟想到之前 一直被楚一的冷淡态度伤害 这次怎么也要找回面子 她故意大声咳嗽一声 提高声音 让全班同学都听清楚她的话 对着楚一大声喊道 楚一 人家没吃早餐 肚子有点痛 你立刻去帮人家买点吃的 她满脸得意 故意将肚子这两个字说得很重 这下 全班同学都看了过来 包括叶士宇也好奇地张望 目光焦距在楚一身上 柳如烟满脸笑容 她心中已经确定 楚一肯定会重新回到田口时代 毕竟 她现在可是手握王牌 拿捏楚一还不是轻轻松松 然而 就在柳如烟感觉胜券在握的时候 楚一却有些不耐烦地开口 想吃不会自己去买吗 我还得复习 没空 柳如烟的笑容瞬间将在脸上 什么 没听错吧 楚一竟然拒绝了她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她现在可是怀孕了 而且楚一还以为她怀的是她的宠 楚一怎么可能会拒绝她 难道不应该像草哈巴狗一样 任由她拆遣吗 扑斥 楚一这段时间 可是长脾气了 这才是真男人 柳如烟也太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丢人 丢死人了 同学们都捂着嘴笑了起来 窃窃私语 柳如烟尴尬地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气得她直接坐回座位 高院尴尬地笑了笑 小声说道 如烟 你不是说拿捏了楚一吗 怎么她还是这个态度 柳如烟烦烧地说道 我怎么知道 能不能别烦我 高院吐吐舌头 不敢再说话 柳如烟心塞无比 心中不停地在想着究竟是怎么回事 突然 她眼睛一亮 似乎想明白了 没错啊 按道理来说 楚一知道自己怀孕了 而且还是楚一的孩子 没道理对自己这么冷淡 唯一的可能就是 她在保护自己 她担心自己怀孕的事情 被其他同学知道 会导致她被学校开除 还会遭受那些歧视和闲言闲语 所以 她才会表现得这么冷淡 这一切 其实都是为了保护她 这样一想 柳如烟就感觉豁然开朗 虽然这样的保护 让柳如烟内心很不爽 可不管怎么说 楚一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她好 想到这里 柳如烟的气就消下去大半 不过 内心还是暗暗想到 等高考之后 她肯定要好好折磨折磨楚一 谁让楚一让她受了这么多委屈 此时 班主任柳一刚走进教室 她今天出奇的没有一脸严肃的表情 反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和同学们印象中的魔鬼班主任 完全不一样 柳一刚扫尸四周 同学们 马上就高考了 我知道大家很紧张 也很激动 因为高考是改变同学们命运的一次机会 也是验证大家这三年努力的成果 总而言之 便是收获的季节 这两天时间 大家要开始熟悉考试的流程 平时让父母煮点好吃的 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 争取大家都能考个好成绩 说完 柳一刚就开始讲解高考注意要点 将过去几年她所带领的学生考试经验 都分享了出来 同学们都认真地听着 终于下课了 柳一刚走到处一面前 喊道 处一 处一抬头 刘老师 有事吗 柳一刚笑呵呵地说道 处一啊 你是我最看重的学生 对于高考 你可有信心了 处一点头笑道 有信心 柳一刚问道 有信心是好事 不过 你有想过 自己要选择那所大学吗 处一笑道 还没想好 清华北大的话 看看哪所学校给的条件好 我就去哪所大学吧 柳一刚文言 顿时一愣 不是选择心意的高校 而是哪所顶级高校给的条件好 才选择哪家 这何止是自信啊 柳一刚不由地笑了起来 好 处一 我果然没看错你 年轻人 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 我相信你能考出好成绩 处一笑道 谢谢柳老师 接下来几天 学校基本上就没课了 所有同学都沉浸在 即将高考的紧张氛围之中 就连柳如烟这几天 都显得沉默了许多 当然 也有如烟的成绩 基本上就告别了大学生活 终于 高考开始了 一大早 厨艺就来到考场外面 林青显得特别的紧张 看到厨艺 她不由得更加紧张了 厨艺 你准备好了吗 厨艺笑道 三个月还不够你准备吗 放心吧 别紧张 只要好好考 重点大学随便上 林青点头道 嗯 那我先去考场了 两天的考试 在最后一课考试完成之后 所有学生总算松了一口气 厨艺刚走出考场 林青和叶士宇两人就无比震惊地走过来 看到厨艺 两人都激动万分 厨艺 天哪 我的兄弟 你就是我的神 真的没想到啊 你的高考宝典 简直就是神了 几乎考的每一道题 这三个月 我都复习过 这次 我要考上重点 我要公宗要组了 林青无比激动的 就要抱着厨艺强吻 靠 死变态 而不恶心厨艺摆出一副嫌弃的表情 厨艺眉头一皱 一脚把林青给踹飞 这也不怪林青会如此激动 以她的成绩 别说三个月 就算再给她三年 也未必能够考上重点 可有了厨艺的高考宝典 一切都改变了 可以说 厨艺就是她的贵人啊 厨艺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不会这么轻松 叶施宇也笑着说道 厨艺无奈的耸耸肩 翻白眼道 我说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磨磨叽叽的 现在考完了 安心等待成绩 然后填报志愿就行了 再跟我客气 那我可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两人都不由得笑了 灵青笑着问道 对了 施宇 你打算报考什么大学 叶施宇并没有急着回答 反而看向厨艺 问道 厨艺 你呢 你打算报考哪个大学 厨艺道 不出意外的话 是惊大 灵青顿时脸色垮了下来 惊大 我恐怕未必能达到惊大的录取线啊 叶施宇却笑颜如花 真巧 我也打算报考惊大 灵青闻言 顿时看了看厨艺 又看了看叶施宇 调侃起来 哟 你们两个 有猫腻 叶施宇顿时羞红了脸 捂着脸 哼 乱说 不理你们了 说完 叶施宇就害羞地跑开了 灵青一把搂住厨艺的肩膀 笑道 兄弟 叶施宇很不错 我看他对你有意思 厨艺笑道 别闹 行了 走吧 灵青生了的懒腰 走了 拼了三个月的命 终于解放了 兄弟 我们去网吧 通宵他的三天三夜 厨艺拒绝 你去吧 我没空 灵青急了 没空 你要干什么 厨艺骑上自行车 回头笑道 兄弟 玩物丧志啊 趁着暑假 我得赚大钱啊 厨艺脸上露出笑意 重生一世 网吧狗都不去 恋爱狗都不谈 唯有报复 报复 还是他妈的报复 厨艺刚回到家门口 就问到一股浓郁的菜香味袭来 为了高考 父母专门请假两天 就为了能让厨艺全身心投入高考 推门走进去 母亲张红梅已经做好了一桌子的菜 父亲储中书正坐在沙发上 摆弄着手机 显得有些紧张 看到厨艺回来 储中书立刻站起来 激动地问道 儿子 考得怎么样 张红梅也顾不上正在做的菜肴 从厨房探出头来听着 不出意外的话 上个精大没什么问题 嘶 听到这话 储中书和张红梅两人都不由得吓一跳 他们了解自己儿子 虽然成绩一直不错 就算上个重点 也不是难事 可开口就是精大 还是大大的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哈哈 不愧是我儿子 要是真能上精大 那可是光宗耀祖啊 等拿到录取通知书 我一定要让老三他们看看 我儿子是最有出息的 储中书畅快地大笑起来 处一文言 不由微微一愣 储中书口中的老三 就是储一的三叔 三叔是做生意的 家里赚了点小钱 在城里买了房 两家人见面 向来都是趾高气昂的 三叔一家打心眼里 是瞧不上储一一家人的 说白了 都是钱惹的事 三叔一家生怕 储一家里会张口和他们借钱 就算在一个城市 如非必要 他们从来不会和储一一家走动 上一世 储一为了柳如烟 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撕掉了录取通知书 最后被骗光了财产 一度落魄到要睡大街 父亲储中书 只能厚着脸皮去和三叔借钱 可万万没想到 不仅一分钱没有借到 还让储中书跪了一天一夜 受到齐齿大路的储中书 一并不起 储中书干了一辈子苦力 再苦再难 从未和求过别人借钱 唯一一次也是为了储一 那种感觉 到现在储一想起来 都有一种心脏刺痛的感觉 行了 我们自己过得好就行了 小义有出息 我就满意了 还去管别人怎么想干什么 快 来吃饭 张宏梅摆摆手说道 对对对 来吃饭 小义 以后你就长大了 爸妈老了 不中用了 以后这个家还是要靠你啊 来 今天我们也俩喝一杯 储中书笑着说道 储一坐下 亲自给储中书倒了一杯酒 酒过三旬 储中书已经有些上头 他又给储一倒了一杯 张宏梅看到 顿时阻止道 老储 你是喝昏头了吗 咱儿子才刚高考 你就让他这么喝酒 储中书笑道 没事 你看儿子的酒量可不浅 随我哈哈 今天痛快 储一也笑道 妈 没事 我会少喝的 张宏梅气呼呼地说道 懒得管你们 要不是看在我儿子 这么优秀的份上 看我不把酒瓶给摔烂 储中书和储一相视一笑 一顿饭 吃到尾声 储一这才看着储中书 开口 爸 我记得你们工地旁边 是不是有一个荒废了的 就化工厂 储中书晕乎乎地说道 嗯 向阳化工厂 倒闭好些年了 里面基本上都荒废了 对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储一笑道 我想买下这个厂子 你觉得要多少钱 什么 听到储一的话 储中书直接从椅子上蹦起来 张宏梅也冲过来 一把摸着储一的额头 儿子 你没发烧吧 妈 我没发烧 储一无奈地拨开老妈的手 说道 没发烧 怎么竟说胡话 买厂房 且不说我们没钱去买 就算有钱 买个废弃的破厂房 能干什么 是啊 儿子 那个化工厂 因为前几年出了事故 被封了之后 老板资金周转不来 现在无法经营 卖也卖不掉 我听人说 那化工厂风水不好 两人虽然震惊 可也没有当回事 毕竟 储一不过刚刚高中毕业 说要买化工厂 这就是小孩子玩闹的笑话罢了 储一却眉头一皱 他虽然中了十万块 在这个年代 也算一笔巨款 可想要赚更多的钱 就必须着手实体行业 如果仅仅是做生意 目前来看 他的资金量太小 而且回本周期太长 他两个月后就得上大学 时间上来不及 所以 储一思考了一下 就将目光放在了向阳化工厂 根据前世的记忆 这个化工厂倒闭之后 欠下了不小的债务 老板一直在筹钱和卖地 结果不仅没筹到钱 反而被债主疯狂上门逼迫 据说在老板家里泼尿 泼油漆 都是家常便饭 在重压之下 老板直接以三十万的低价 将旧厂卖掉 然后跑国外避难去了 结果 老板跑路还不到一个月 厂房就迎来旧城区改造 直接被拆迁征用 据说是为了迎接奥运搞的大手笔 三十万的旧厂房 不到一个月 就变成了五百万的拆迁款 这个事情 在前世可以说成为了人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那跑路的老板 知道消息之后 更是气得差点跳楼 所以 这个厂房处于无论如何都要拿下来 只是 现在他身上只有十万块 就算能以三十万成交 也还差二十万 这钱他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筹齐 这可不是小数目 家里的情况和条件就摆在这里 别说二十万 恐怕处于开口要个两万 都能把老两口给吓傻 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楚中书见楚一沉默 说道 儿子 你呀 就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 你老爹我还有爸子力气 你叫安心读大学 以后毕业了 找个好工作 你老爹还供得起你 张红没认同的点点头 就是 我们也不用你赚钱 别想这些 今天早点去休息吧 楚一笑着点点头 他不想让父母跟着担心 也就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一觉醒来 楚一打着哈欠走出房门 父母已经上班去了 看了一下窗外 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天上 重生后 为了高考 他还没睡过一个好觉 今天倒是睡得舒爽 楚一悠闲地坐在餐桌上 吃早餐 外面就传来了灵芯的叫声 楚一 兄弟 楚一推开窗户往外一看 灵芯正骑着自行车 在楼下等着 楚一将手中的半个包子 塞进嘴里 然后就下了楼 看到灵芯 楚一不由苦笑地问道 你不是说要去网吧 玩个三天三夜吗 这么早来我家干什么 灵芯咧嘴一笑 挠挠头 说道兄弟 昨天你不是说要赚钱吗 待我一个啊 我想来想去 你说的对 网吧就是玩物丧志 我想跟着你混 赚大钱 楚一笑道 赚大钱啊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 真有赚大钱的方法 灵芯眼睛都亮了 惊喜道 真的吗 楚一道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不过嘛 还差点启动资金 灵芯摆摆手 说道 这算什么 我这些年可存了不少钱 还差多少 你开口 楚一笑道 二十万灵芯瞬间实话当场 什么 二十万 灵芯的脸瞬间就垮了下来 震惊地说道 你就算把我卖了 也没这么多钱啊 楚一当然是开玩笑的 灵芯家里虽然比楚一家过得好 但好的也有限 要他拿个千百块还行 真要拿二十万 那也是望尘莫及的 楚一笑道 开玩笑的 看把你吓得灵芯拍拍胸脯 苦笑道 兄弟 你这开口就吓死人了 二十万 那可是天文数字 楚一善善一笑 如果是前世 别说高中时期 就算是毕业之后打工的那几年 二十万对于楚一来说 也算是天文数字了 可如今 重活一世 想要赚到二十万 楚一有无数的办法 只是每个办法都需要时间 而时间不等人 如果向阳化工厂的老板 现在已经和买家接触过 那对于楚一来说 那损失就大了 他必须抢在买家之前 把这化工厂的收购合同定下来 楚一拍拍灵芯的肩膀 说道 兄弟 走 跟我去的地方 灵芯疑惑道 去哪 楚一道 向阳化工厂 灵芯文言一愣 向阳化工厂的事情 基本上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很快 两人来到向阳化工厂大门前 不由地停下脚步 就连楚一都皱了皱眉头 因为 此时 向阳化工厂大门紧闭 六七个保安站在大门后面 而大门前面则是围着一群人 显然就是债主 他们有的破油漆 有的拉横幅 有的破口大骂 那些保安也司空见惯 只要这些债主不进门 他们就当作没看见 灵芯拉拉拉楚一的袖子 心惊胆战地说道 我听说向阳化工厂的老板郭向阳 欠了一屁股的债 那些人都是来要债的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楚一也是一阵头疼 他想要见郭向阳 谈谈收购向阳化工厂的事情 郭向阳欠债之后 家也回不去 只能躲在废弃的化工厂 可以说 这些年郭向阳唯一的支出 恐怕就是这群保安的工资了 楚一郁闷地说道 我本想见见郭向阳 看这形势 恐怕拿了灵芯却眼睛一亮 说道 你真想见 楚一转头问道 你有办法 灵芯笑道 嘿嘿 兄弟 你是不是傻 郭向阳现在躲在化工厂里面 债主想要见郭向阳 有保安拦住 可如果是保安想见郭向阳 你猜猜谁能拦 楚一闻言 顿时眼睛一亮 一拍灵芯的肩膀 笑道 兄弟 你是说我们去当保安 这样就能见到郭向阳了 哈哈 好主意 兄弟 你立大功了 两人说干就干 说实话 此时郭向阳欠了一屁股的债 本身就没什么钱 能发给保安的工资也少得可怜 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又不能没有保安 所以 向阳化工厂 一直在招聘保安 楚一和灵芯这两个大小伙子一出现 连入职手续都没有 直接就发了两套保安符 当天上岗 两人刚换好衣服 并没有注意到 就在不远处 柳如烟和高院两人恰好看了过来 高院惊讶地指着楚一 说道 如烟 快看 那不是楚一和灵芯吗 他们怎么当起保安了 柳如烟看了过去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看来 楚一嘴上硬得很 可刚高考完 就迫不及待出来打工 无非就是想要赚钱养他和孩子 柳如烟心中得意 嘴上却有些不满地说道 真是没出息 竟然当保安 他不是刚中了十万块吗 高院嬉戏一笑 说道 这肯定是为了你啊 我们如烟大小姐的奢华生活 十万块怎么够 走 我们去看看 两人朝着楚一走过去 柳如烟却摆出一副冷冷的脸色 表达自己还没原谅楚一 高院却打破沉默 问道 楚一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 灵芯亮了亮保安符 说道 没看到我们在工作吗 高院道 哟 看到了 不就当个破保安吗 神奇什么 楚一现在满心思都是什么时候 能见到郭向阳 不想搭理这两个自以为是的女人 他淡淡地说道 行了 你们两个快走吧 别打扰我们上班 柳如烟气呼呼地瞪了楚一一眼 说道 楚一 你为了我想赚钱 我很感动 可你也不能当个保安啊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 我很丢人的 你懂吗 而且 你不是有十万块吗 我花效又不大 十万块够我花半年了 你快去辞职 这话一出 楚一都傻眼了 柳如烟还真是不要脸到了至极 竟然以为楚一出来上班是为了她 十万块才够她花半年 这叫花效不大 再说了 柳如烟准凭什么觉得 楚一的钱会给她花 楚一淡淡地说道 哦 十万块 我已经花完了 听到楚一的话 柳如烟只感到一阵头晕眼花 脑子一猛 什么 十万块花完了 她还一分钱没花到呢 怎么就花完了 柳如烟仿佛觉得 就像是自己丢了十万块一般 彻底爆发 楚一 你疯了吗 十万块 你花完了 你花到哪里去了 你问过我吗 柳如烟的每一个质问 就让人震耳欲聋 就连灵星和高院都傻眼了 瞪大眼睛盯着柳如烟 灵星更是不可思议的小声嘟囔起来 不是 楚一花自己的钱 为什么要问过你 这话一出 柳如烟的脸色顿时僵了起来 楚一懒得和柳如烟纠缠 她摆摆手 说道 行了 星子 我们巡逻去 站住 我不允许你走 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不然 不然我要你后悔一辈子 柳如烟发疯了一般冲着楚一的背影喊道 楚一无所谓的怂怂肩 后悔 她这辈子都不会后悔 倒是柳如烟 恐怕一辈子会生活在恐惧和悔恨之中 高院尴尬地站在原地 她忽然发现 楚一似乎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楚一明明对柳如烟这么冷淡 可柳如烟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拿捏了楚一呢 柳如烟此刻满心地怒火 她低着头 双拳紧紧地拽着 高院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柳如烟 只能小声地说道 如烟 你没事吧 柳如烟呢喃着说道 为什么 她为什么要把十万块花完 没给我买一个首饰 没给我买一件名牌 甚至没给我买一朵花 高院尴尬地说道 其实 灵心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人家花自己的钱 柳如烟惧发疯似地咆哮起来 不对 本来这些钱都应该是我的 楚一 我已经给了你这么多次机会 可你却不懂珍惜 你一定会后悔的 到时候 我要你跪在我面前 像调狗一样求我 当保安 最烦的事情就是巡逻 因为场区不小 所以要走不少的路 保安队长直接将这个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楚一和灵心两个年轻人 两人自然欣然接受 避开人群 楚一和灵心两人慢慢地靠近了 郭向阳所在的办公室 两人一个闪身 就溜了进去 来到办公室门口 楚一傻眼了 这郭向阳到底欠了多少钱 竟然在自己的办公室弄了一个加固的大铁门 还只能从里面开启 楚一走上前 直接敲响了铁门 谁 门内传来一阵警惕的低吼声 楚一细静上身 摆出一副焦急的样子 说道 郭老板 下面那些债主发疯了 要冲进来 队长让我们两个上来保护你 郭向阳透过铁门预留的小孔往外一招 就看到穿着保安服的楚一 他这才放下心来 咔嚓 门被打开一个小缝 郭向阳紧张的招招手 快 你们快进来 我要关门了 楚一和灵星眼疾手快 从门缝中钻进去 啪哒 郭向阳连忙将大门关上 急得像是热过上的蚂蚁 哎 麻烦了 真的麻烦了 这下完蛋了 楚一直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看着郭向阳 嘴角勾起一字淡淡的笑意 郭老板 这是欠的不少吧 郭向阳眉头一皱 冷声道 做好你们自己的事情 其他事 不是你们能管的 楚一却开门见山 郭老板 我们谈谈 郭向阳转头看了一眼楚一 眼中闪过一丝惊面 楚一不仅年轻 看着像是高中生 还穿着保安服 郭向阳虽然现在落魄了 可好歹曾经也是一个大老板 受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 谈得着吗 郭向阳冷冷地说道 你和我谈 你配吗 楚一眼睛微微一眯 淡淡开口 郭向阳 向阳化工厂法人 因为财务和妻子乱搞 最后卷款逃跑 导致欠下了九百多万的巨款 欠钱还好说 脸皮厚点 当个老赖 至少不会死 可严重的是 你妻子手中掌握着你行贿 暗中利益交换等 各种黑料猛料 一旦爆出来 就要进牢里待上个十几年 你已经偷偷变卖了 楚向阳化工厂外的资产 转移到了国外 随着楚一的声音落下 郭向阳冷汗从额头上冒了出来 瞪大眼睛盯着楚一 此刻 郭向阳觉得 自己在楚一面前 像是被脱光了一般 没有一点隐私可言 郭向阳颤抖着身子 指着楚一 你 你究竟是谁 楚一笑道 你别管我是谁 我们来谈一笔交易 你将向阳化工厂 以二十万的价格转让给我 你拿着钱出国 我们互利互惠 如何 郭向阳看着楚一的眼神 这个时候 他已经没有任何底气 他腿软地坐在沙发上 抬起三根手指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 可你对我这么了解 想来很不简单 三十万 少一分不能谈 钱到位 我签字 楚一站了起来 拍拍手 笑道 郭老板就是爽快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这件事已经定下了 千万别想着卖给别人 否则 我敢保证 郭老板过不了海关 虽然将向阳化工厂三十万卖掉 是亏到姥姥家了 可郭向阳没有选择 无论卖不卖化工厂 时间一到 他都必须得出国 自从被卷款之后 他本身就没有多少资产了 能有三十万的现金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不过 郭向阳好歹也当了一辈子的大老板 他没想到 今天竟然会被一个模样 看上去是高中生的家伙给威胁了 这年头 小娃娃都这么勇的吗 谈好之后 厨艺和灵星就直接走了 刚走出门 灵星就忍不住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他早就已经吓到差点崩溃了 他给厨艺竖起大拇指 厨艺 你也太牛了吧 那可是郭向阳啊 你竟然还敢威胁他 厨艺笑道 算不上威胁吧 顶多算合作 灵星说道 好吧 不过你身上有十万 可还有二十万的缺口 这么短的时间内 又怎么能凑够呢 厨艺苦笑道 主要是时间太短了 走一步看一步的 会有办法的 两人来到保安室 保安队长顿时眉头一皱 你们两个 不去巡逻 怎么又跑回来了 年轻人 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吗 厨艺黑黑一笑 将保安服一脱 笑道 不好意思 我们觉得这个工作不太适合 不干了 灵星更是大方的笑道 哈哈 队长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半天的工钱 我们就不要了 留着请兄弟们喝茶 拜拜了您呢 你们 队长气急败坏 郁闷无比 本以为来了两个冤大头 年轻好骗 等厨艺和灵星干满一个月 他找点借口 克扣一下两人的工资 没想到 这才半天 两人就跑了 直到跑到厂区外面 两人才气喘吁吁的停了下来 哈哈 刚刚那队长的脸色 看得我都想笑 早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鸟 想算酒门 没门 两人笑得前腐后腰 好一会才停下来 看了看时间 厨艺笑道 天不早了 回家吧 灵星也没多说什么 两人挥手再见 回到家 厨艺感到一阵头疼 现在郭向阳那边谈好了 只要钱到位 就能顺利拿下向阳化工厂 然后坐等拆迁报复 可这还差二十万的缺口 一时间 厨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空有一肚子赚钱的办法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别说二十万 就算两千万几个亿 他也能轻松赚到 可现在 只有两三天时间 他就算去买彩票 对讲也得花大半个月吧 看来 只能再想其他办法了 天无绝人之路 厨艺一个人在家 就随便煮了碗面条 刚吃完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厨艺打开门 就看到灵星站在门口 你怎么来了 厨艺疑惑地问了一句 灵星左顾右盼了一下 连忙推门走了进去 神情看着有些紧张 甚至身子都在微微颤抖 厨艺察觉到异样 问道 兄弟 你搞什么呢 这么紧张 灵星示意厨艺将门关好 等门关上了之后 灵星立刻就从衣服里面 掏出一个鼓鼓的黑色塑料袋 随后 他将塑料袋中的东西 倒在桌上 厨艺一愣 里面的东西不是别的 正是一张一张的百元大钞 足足一万块 厨艺顿时惊呆了 一万块 要知道 灵星家里虽然条件好一些 可一万块 那也是巨款啊 厨艺连忙问道 草 星子 你哪里弄来的一万块 这是要干什么 灵星说道 你不是还有二十万的缺口吗 兄弟我没本事 只能弄到一万块 你先拿着 我相信你能干大事 厨艺连忙摇头 他要弄钱 并非没有办法 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且 就算向阳化工厂 没有拿下来 对他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个世界 能赚钱的项目太多了 厨艺摆手道 兄弟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 这一万块我不能收 说实话 厨艺还是有点感动的 毕竟 这个年代 能将一万块 没有任何理由 交给别人的人 这份心 至少让人动容 靠 不收 我可是求了我爸妈 两三个小时 他们才答应的 你要是不收 这兄弟就别做了 灵星生气的威胁起来 厨艺不由的苦笑 说道 行吧 这钱我收下了 当做你入股的资金 到时候赚钱了 有你一份 灵星见厨艺收下的钱 才笑了起来 这才是兄弟 聊了一会之后 灵星就说 要去网吧通宵 就匆匆离开 厨艺将一万块收好之后 便沉沉睡去 第二天 厨艺一大早就起床 洗漱之后 出了门 他必须尽快弄到20万 回想上一世 除了向阳化工厂的事件 印象深刻之外 还有另一件事情 就是云城07年最大的新闻 云城一家高档私人餐厅 被爆出使用过期食材 导致客人用完餐后 出现中毒现象 能在这家私人餐厅吃饭的人 非福即贵 出了中毒事件之后 这家高档餐厅直接被查封 据说 私人餐厅的老板 直接损失就超过700万 如果厨艺将这个消息 以20万的价格 卖给这家高档餐厅的老板 或许是短时间 弄到20万的机会 这家高档私人餐厅 叫亚云台 厨艺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 就是因为前世 厨艺为了讨好柳如烟 拿着父母为他买电脑的钱 在这里吃了一顿奢华晚餐 算算时间 亚云台出事应该就在这两天了 厨艺来到亚云台 刚想走进去 却被直接拦住 您好 请问有预约吗 保安冷声问道 不好意思 我没有预约 不过我有重要的事情 想和你们老板谈谈 是关于你们餐厅生死存亡的大事 还请通报一声 厨艺笑着说道 保安一听 哪里来的疯子 他顿时双眼一瞪 走走走 我们老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没有预约 就算天塌下来 你都不能进 保安强硬地说道 厨艺健壮 只能善笑一声 看来硬闯是没办法了 只能想其他办法 他走到一边 想要来个守株待兔 十分钟之后 保安突然朝着他急匆匆地跑过来 厨艺连忙站起来 警惕地说道 这里可不是你们餐厅的地盘 休想赶我 保安却突然低眉顺目 讨好的笑道 不好意思 先生 刚刚我多有得罪 我给您道歉 请您跟我来 我带您去见我们老板 前后不过十分钟 保安的态度却180度的大转变 倒是让厨艺想不通了 不过 能见到亚云台的老板 那就有机会 带路 厨艺跟上保安 走进亚云台高档餐厅 很快 保安就带着厨艺来到了经理办公室 他看了一眼厨艺 你可以进去了 厨艺推门走了进去 心中多少有点忐忑 毕竟 一开始 保安可是拦着他不让进的 态度变得这么快 难不成有什么猫腻 不管了 厨艺刚走进办公室 就看到一个身影背对着他坐在老板椅上 厨艺深吸一口气 不卑不亢的开口 你好 你是亚云台的经理 椅子缓缓地转过来 露出了椅子上的人 厨艺看到这人 不由一愣 随后露出一丝震惊的表情 叶诗宇 怎么是你 叶诗宇微微一笑 有些腼腆地说道 很奇怪吗 这是我爸妈开的餐厅 这不放暑假了 我就过来锻炼锻炼厨艺这才明白 为什么刚刚的保安前后态度变化会这么大 必然是叶诗宇交代过 他不由地苦笑一声 叶诗宇在班上一直都非常低调 同班这么久 厨艺竟然从未发现叶诗宇竟然还是一个小富婆 厨艺尴尴尬一笑 说道 不奇怪 我就是没想到 会是你 叶诗宇怂怂肩 说道 好吧 厨艺 我听说 你找我爸爸 还说有关乎亚云台生死存亡的消息 厨艺点点头 原本已经想好的说辞 现在却犹豫了 他之前并不知道亚云台是叶诗宇家的餐厅 如果知道的话 这个消息免费告诉叶诗宇也没关系 他有些迟疑 问道 诗宇 你爸爸不在吗 叶诗宇笑道 厨艺 有什么事你直接和我说也是一样的厨艺点点头 行吧 其实 原本我是缺点钱 想要将这个消息卖个20万的 不过 既然亚云台是你家的 作为朋友 这个消息就免费给你了 叶诗宇笑道 什么消息 厨艺说道 我建议你检查一下你家餐厅的厨房菜品 我怀疑你们的菜品里面 有一些过期或者是有毒的东西 如果不处理掉 你们餐厅将会导致几十人食物中毒 这话一出 叶诗宇的脸色顿时变了 几十人食物中毒 这要是真的 那对于餐厅绝对是巨大的打击 要知道 能在亚云台消费的顾客 那非富即贵 叶诗宇脸色一变 震惊地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 厨艺道 那是自然 否则 你认为我敢把一个消息就卖20万吗 诗宇 我们是朋友 我建议你 最好相信我 叶诗宇笑道 我相信 说完 叶诗宇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厨艺 厨艺一愣 摆摆手 说道 你干嘛 我不是说了 我们是朋友 这个消息免费吗 叶诗宇笑道 厨艺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将会给我挽回几百万的损失 我看你应该是真的需要钱 这卡里有20万 你拿着 看着叶诗宇的笑容 厨艺一时间有些尴尬 为了拿下向阳化工厂 她的确急需20万 索性也不推脱 谁让叶诗宇是个小富婆呢 再说了 厨艺也不白拿 她的消息能让亚云台避免一次事故 说到底还是叶诗宇赚大了 厨艺笑了笑 结果卡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对了 你记得 一定要检查后厨 不可大意啊 说完 厨艺摆摆手 就离开了 厨艺刚离开 从办公室的侧门走进来一个中年人 他皱着眉头 显得有些不高兴 小宇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厨艺 爸 叶诗宇站起来 笑嘻嘻地说道 她就是厨艺 您觉得她怎么样 中年男子正是亚云台的老板 也是叶诗宇的爸爸叶凡森 叶凡森皱眉道 怎么样 不靠谱 不知趣 不咋样 叶诗宇文言 顿时嘟嘴道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 叶凡森露出一个笑脸 道 我说宝贝女儿 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叫厨艺的小子 文言 叶诗宇脸色一红 爸 你说什么呢 叶凡森撇撇嘴 说道 还骗你爹我呢 一个臭屁小子 随口胡周几句话 就从我闺女手里 骗走二十万 我看啊 我大半生打拼出来的基业 迟早会落在那小子手里了 叶诗宇脸色红得要滴出血来 眼看着就要哭了 叶凡森知道自己女儿脸皮薄 于是也不打去了 行了 我们去接你老妈 然后回家 叶凡森准备收拾东西 叶诗宇却说道 爸 等等 我们还是去后厨看看吧 叶凡森一愣 说道 去后厨 乖女儿 你不会真的相信那小子吧 别费这个事了 他当他是神仙 会算吗 叶诗宇摇摇头 说道 我相信厨艺 他不是那种会信口开河的人 还是去检查检查 更放心说完 叶诗宇就往后厨走去 老板和大小姐来后厨 顿时 后厨的工作人员都吓了一跳 厨师长更是连忙跑出来迎接 老板 小姐 厨师长讨好的笑着 嗯 老刘啊 这后厨没问题吧 叶凡森语气淡然的问道 没问题 怎么会有问题呢 我一直都是亲自把控的 无论是菜品的味道还是分量 都绝对不会出现差错 厨师长信誓淡淡的说道 叶凡森看了一眼女儿 小声道 老刘可是老员工 经验丰富 不可能会出差错 你可别听那小子乱忽悠 叶诗宇说道 爸 厨艺说后厨有问题 绝对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他不会骗我的 听到叶诗宇的话 厨师长顿时脸色就僵了 他生气的大声说道 冤枉啊 那个兔崽子在老板面前 是我们后厨的坏话 我们兢兢业业的工作 厨师长在哀嚎 叶诗宇却压根不管他 直接走进后厨 厨师长连忙跑到叶凡森面前 老板 您可千万不要听别人乱说 我们后厨一切都是按照规矩行事 肯定是那些竞争对手 作味道做不过我们 来污蔑我们的 要是我们后厨有问题 我这个厨师长可以当场把头剁 厨师长还在信誓淡淡的保证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叶诗宇已经来到了一库军枯面前 这里买的军枯种类很多 已经洗好摘好 应该是准备制作成菜肴的 而亚云他的其中一道招牌菜 就是云南军枯包 叶诗宇在军枯中摸索了片刻 最后拿出一朵散撞军枯 他脸色猛的一变 浑身汗毛倒立 爸 都摸过 这话一出 整个后厨瞬间陷入一片死寂 刚刚还信誓淡淡的厨师长 更是双腿易软 整个人差点栽倒在地 什么 叶凡森一直都神情轻松 任由自己女儿胡闹 多少有点女儿奴的模样 可他内心始终认为 处意就是在胡说八道 他对于自己的餐厅 特别是食材方面 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开业到现在 从未出现过问题 现在 听到叶诗宇的喊声 他的脸色瞬间就冷峻下来了 毒蘑菇 如果真的将毒蘑菇 送到顾客餐桌上 那后果会是什么 绝对不仅仅是赔偿的问题 叶凡森快步走到叶诗宇身边 将叶诗宇手中的军姑 放在手中 叶诗宇冷着脸说道 啊 这军姑叫黄粉末牛肝菌 食用后 会引起头晕恶性呕吐 有很明显的中毒现象 因为气场的很蘑菇之王 松荣很像 不注意分辨的话 就会混淆 叶凡森此刻浑身 都起了鸡皮疙瘩 他是做餐饮的 自然知道军姑之间的区别 这要是让外行人来 的确有认错的可能 可内行人一眼就能分辨 现在 这一筐军姑里面 竟然夹杂着不少黄粉末牛肝菌 这要是上了餐桌 恐怕 整个餐厅的顾客 都会食物中毒 叶凡森转头看向厨师长 咬着牙 怒吼道 老刘 这就是你说的不会出错 我们做餐饮的 竟然把黄粉末牛肝菌 认成松容 简直混账 厨师长吓得瑟瑟发抖 老板 这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不是我采购的 叶凡森生气地将手中的军姑 扔在地上 用脚碾碎 今天歇叶整顿 所有预定的顾客 让人通知和赔偿到位 这件事 我会亲自抓 出现这样的重大失误 你们都逃脱不了干系 说完 叶凡森一甩手 气呼呼地就往外走 叶士宇也连忙跟了上去 说实话 两妇女此刻真的是惊出一身冷汗 爸 真的是太险了 幸好我听了厨艺的话 否则我们亚云台就真的完蛋了 叶士宇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后厨竟然会出这么大的事故 如果不是亲自检查一遍 恐怕明天 我们亚云台就要上新闻 然后直接可以关门了 叶凡森抹了一把冷汗 说道 哼 爸 我就说了 厨艺他不是那种信口开河的人 二十万 保住了我们亚云台 说到底 我们还占了人家便宜呢 叶士宇说道 是啊 多亏了你那同学 只是 他为何会未卜先知呢 叶凡森疑惑地呢 叶士宇也一时间 想不明白 是啊 厨艺是怎么知道 亚云台会出事的 他们自然不可能知道 厨艺是重生者 他虽然不是全知全能 可只要经历过听说过的事情 他早都已经知道了结果 就比如向阳化工厂 在所有人眼里 这不过就是签下高额债务 荒废没用 臭其熏天的废工厂 可在厨艺眼中 向阳化工厂就是躺在地上 等着他随手去捡的金山 此时 厨艺已经凑够了三十万 为了不被别人抢先 他直接来到了向阳化工厂 保安队长一看到厨艺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厨艺 是你小子 你竟然还敢来 还想来找工作吗 你配吗 厨艺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说道 找工作 不 你最好对我客气点 因为 我现在可你们老板 郭向阳的贵客 贵客 你这小崽子算个鸡毛贵客 滚滚滚 别碍眼保安队长不耐烦的挥挥手 厨艺直接将手中 刚刚在银行提出来的三十万现金 往桌上一拍 你确定不让我进 厨艺冷笑着盯着保安队长 保安队长瞬间头皮发麻 看着露出来的百元大钞 他直接猛了 卧槽 这什么情况 一个高中生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难道真是老板的贵客 保安队长吞了一口口水 他在这里上班 一个月一千块都不到 三十万对于他来说 简直是天文数字 这 我给老板打个电话 您 您 您稍等 保安队长的态度 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很快 厨艺就出现在了郭向阳的办公室 郭总 这是三十万 什么时候签转让合同 还真是三十万 小伙子 我之前还以为你是坑我的 看你也是一个高中生 你确定要这化工厂 郭向阳此刻真是震惊了 之前被楚艺找上门 他还觉得楚艺不过就是年少气盛 过后压根没有当回事 可现在 这人和钱都到位了 他才真正相信 楚艺有这个实力 说实话 向阳化工厂是郭向阳的一生的心血 如果不是马上要跑路了 别说三十万 恐怕就算一百万 他也未必愿意卖 可逃亡国外 急需用钱 很快 合同就签好了 拿到合同的那一刻 楚艺这才松了口气 看着郭向阳 他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郭总 祝你一路顺风啊 郭向阳叹气道 呵呵 小伙子 年轻有为 再会 从向阳化工厂出来 楚艺顿时神清气爽 灵星一早就得到消息 在厂子门口等着了 看到楚艺出来 灵星顿时冲上去 激动无比 兄弟 搞定了吗 楚艺笑道 搞定 合同到手了 卧槽 三十万啊 就换了这么个破厂子 到现在我都感觉还在梦里 灵星吞了一口口水 虽然这钱不是他花的 可还是忍不住激动的浑身颤抖 毕竟 三十万对于他来说 可不是小数目 楚艺咧嘴一笑 很快 你就会明白 这厂子究竟是破厂子 还是金疙瘩了 看到楚艺这么自信 灵星也免不了激动 哈哈 兄弟我的幸福生活 就全靠你了 放心 亏不了你 两人边聊边走 告别之后 楚艺就回到家里 一进门 楚艺就发现 老爸老妈都没有上班 两人正面露愁聋的坐在椅子上 楚艺心中一惊 自己家里虽然不算富有 可父母向来都属于 比较开明和爽朗的人 很少会露出这样的愁聋 这是怎么了 看到楚艺回来 老爸楚中书立刻就站起来 一脸严肃的看向楚艺 说道 小艺 你中奖了 中了十万 楚艺眉头微微一皱 他中奖的事情 并没有声张 也没有和老爸老妈说 这倒不是楚艺故意隐瞒什么 只是觉得 十万块不算什么 打算等向阳化工厂拆迁之后 再告诉父母 没想到 他们倒是提前知道了 不用想 知道楚艺中奖的人没有几个 其中 会告诉楚艺父母的 也只有柳如烟了 见父母问起 楚艺也没有隐瞒 笑道 没错 爸妈 我中了十万块 不仅如此 就在昨天 我还赚了二十万什么 楚中书和张鸿梅两人直接瞪大眼睛 四目相对 中奖十万 赚了二十万 一共三十万 这是什么概念 对于他们这个比普通甚至还差的家庭来说 三十万 那就是遥不可及的梦啊 老两口可以说穷了大半辈子 躺在银行存折里的钱 从来都没有超过一万块 甚至 因为楚艺马上要去上大学 楚中书还盘算着这段时间 去哪里给楚艺借点学费 这下一切都解决了 有三十万 那还过什么苦日子啊 两人反应过来之后 一下子就激动起来 天呐 三十万 真是真的吗 之前听如烟说的时候 我还很怀疑 现在 我 老公 我是在做梦吗 不是做梦 儿子出息了 真的出息了 两人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 好一会 才稍微缓过一点神来 楚中书走到楚艺面前 摸摸鼻子 儿子 爸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赚来的钱 但也知道 你有本事 相信你不会做坏事 不过 楚中书有些尴尬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楚艺却笑着说道 爸 你是想问我要钱吗 楚中书挠挠头 说道 不是 就是你之后上大学的学费 说实话 楚中书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在他眼里 楚艺是他儿子 他的使命就是努力工作 养活一大家子人 现在反过来 竟然和高中刚刚毕业的儿子 开口要钱 这种感觉实在是让他难以启齿 楚艺却没想这么多 他重生之后 除了想要报复柳如烟 那对狗男女之外 唯一想做的事情 就是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只要父母开心 别说区区一点钱 就算要楚艺的命 他都毫不犹豫 于是 在楚中书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楚艺直接将合同 放在了楚中书的手上 爸 这合同你拿着 回头你和妈把工作辞了 别那么辛苦了 趁着身体还健康 可以去环游世界 楚艺真挚地说道 楚中书却没反应过来 他傻眼地盯着手中的合同 疑惑地翻开一眼 向阳化工厂转让合同 上面有郭向阳和楚艺的签名 金额三十万 轰 这一下 楚中书的脑袋像是被雷击中 整个脑子嗡嗡作响 刚刚的一切喜悦 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楚艺 紧张万分地说道 儿子 你和爸说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了 楚艺皱眉问道 爸 你胡说什么呢 什么威胁 楚中书激动地大喊起来 儿子 你别怕 不管出什么事 不管是谁敢威胁你 欺负你 爸就是豁出这条命 也不会放过他的 楚艺见老爹这么激动 一时间被整不会了 他连忙安抚道 爸 你别激动 有事好好说啊 怎么扯到威胁欺负身上去了 楚中书拍拍胸膛 肯定是郭向阳那个老混蛋欺骗了你 让你花三十万买了一个空壳费就花工厂 儿子 你受骗了 张红梅一听 也急了 三十万 那是可以改变他们家命运的数字 他一个父道 人家不懂大道理 听了楚中书的话 顿时 冲到厨房抓起菜刀 什么 敢骗我儿子 天杀的 老楚我们走 看我不费了郭向阳那个王八糕子 这一幕 把楚艺给吓傻了 自己老妈竟然这么彪悍 他连忙上前拉住张红梅 妈 别激动 先听我说 张红梅咆哮起来 说什么说 三十万 买向阳化工厂那个破地方 老娘心在低血啊 我道儿 楚艺抹了一把汗 说实话 父母的确穷苦了大半辈子 之前 楚艺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两人 就是担心他们受不了 见情况有些不妙 楚艺连忙大声起来 爸妈 你们冷静点 听我说 楚中书也担心出事 拉住张红梅 说道 还是先听听儿子怎么说吧 等两人坐下 楚艺才松了口气 他拿过合同 但是在我眼里 却是金窝窝 楚艺直接摊牌 儿子 你不是糊涂了吧 向阳化工厂已经倒闭了 里面的设备也全部变卖 偌大的工厂 也就剩那点地皮了 楚中书说道 没错 就是地皮 楚艺笑道 地皮 向阳化工厂的确挺大 可我们这个地方 压根就不值钱 属于郊区 别说三十万 就算十万块 都是亏大法了 楚中书叹气地说道 听到这话 张红梅的脾气又上来了 握着菜刀的手已经颤抖了 爸 现在看来 这块地皮的确不值钱 可如果向阳化工厂属于规划区呢 如果拆迁呢 楚艺的话一出 楚中书顿时就愣在当场 拆迁 这两个字在任何时候 代表的都是富贵 你是说向阳化工厂要拆迁 楚中书有些颤抖的问道 没错 爸妈 你们相信我 向阳化工厂的拆迁很快就要公布了 到时候 我们花三十万买下的化工厂 转手就能获得最少十倍的拆迁赔偿 楚艺自信地说道 十倍 还是最少 三十万的十倍那是 三百万 楚中书闻言 顿时呼吸都醋了 儿子 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靠谱吗 别让人给忽悠了 楚中书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爸 你放心 这个时间上还没有人能忽悠我 而且 区区几百万 我还没看在眼里 拆迁只是第一步 到时候 我会赚更多的钱 让你们不那么辛苦 好好享受好日子 楚艺深吸一口气 说道 上辈子 父母为了他的事 可以说费尽了心力 导致老妈早早就去世了 这一世 他必须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在楚艺的劝输之下 虽然难以置信 可毕竟是自己儿子 楚中书和张红梅两人只能选择相信 不停地告诫楚艺 不要清醒别人 安抚好父母之后 楚艺就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 楚艺家的坐机就想了起来 高中刚毕业 楚艺还没来得及买手机 现在的手机还属于是王者诺基亚 08年一国 国家告诉发展 手机行业更是有了跨时代的进步 到时候 楚艺或许会进入手机行业分一杯羹 当然 这是后话 他接起电话 对面就传来一个娇羞且甜美的声音 楚艺 在吗 楚艺一愣 有些惊讶 世语 你怎么有我家的电话号码 叶世语笑道 我问别人要的 楚艺 你今天有空吗 楚艺微微一愣 逛街 这小妮子不会是真的在暗恋她吧 思考片刻 反正暂时没什么事做 叶世语可是个小富婆 重活一世 要是能安生地绑上个富婆 倒也不错啊 楚艺笑道 有空啊 怎么 叶富婆邀由我去玩吗 叶世语笑道 楚艺上次的事情 我还没好好感谢你 我想请你吃个饭 楚艺笑道 美女相邀 傻子才拒绝 很快 两人就在相约地点见面了 叶世语家里是开餐厅的 可请楚艺吃饭 却选择了别的饭店 多少有点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楚艺坏笑着调侃道 世语 怎么不去你家的餐厅吃 是怕被人看到我们一起吃饭 叶世语被猜透心思 笑道 就你会猜 我就是觉得这里环境好 快看看你想吃什么 楚艺撸起袖子 嘿嘿 今天打土豪 我可就不客气了 楚艺还真不客气的 点了一大堆美食 这点钱 对于叶世语这个小富婆来说 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果然 叶世语的思绪 压根就没有关注楚艺点餐 反而是试探地问道 楚艺 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你究竟是怎么知道 我家餐厅会出事的 楚艺微微一愣 咧嘴一笑 我说我是神棍 会算你信吗 叶世语显然没有想到 楚艺会给他这么一个 听上去就是假话的回答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可又不好再追问 楚艺内心苦笑 他倒不是故意想欺骗叶世语 而是他重生这件事 无论说给谁听 那都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楚艺眯着眼睛 认真地说道 我知道你不信 不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赚更多的钱吗 叶世语瞬间来了兴趣 他家里就是做生意的 对于赚钱的事情 他自然感兴趣 叶世语点头道 当然想怎么赚 只要能赚钱 我什么都听你的 楚艺苦笑一声 这个小富婆 对他还真是信任 之前二十万买一个消息 说给就给 现在同样一句话 就能让叶世语信任 楚艺都觉得 如果他坏一点 恐怕都能骗光叶世语的身价 当然 楚艺也不是开玩笑 他微微一笑 说道 看在你请我吃饭的份上 就勉为其难带上你吧 等高考成绩出来 就会行动 不过在此之前 你必须准备一些入股资金 至于准备多少 你自己看吧 楚艺并没有说要做什么生意 叶世语也没有细问 只是在暗中倒着手指 似乎是在想自己能凑多少钱 这一顿饭吃得还是比较开心的 等两人从饭店出来 都已经快下午了 两人边聊边走 没注意到不远处 柳如烟和高院两人 正目瞪口呆地盯着两人 高院瞪大眼睛 不是吧 没看错吧 楚艺什么时候 和夜市雨搞在一起了 竟然还来这么高档的饭店吃饭 看他们亲密的样子 太不要脸了 如烟 楚艺都没有请你来过 这样高档的地方吃饭吧 柳如烟此刻已经眼睛都红了 思绪疯狂有转 疯了 真的要疯了 他现在都怀孕了 楚艺不仅一点都不关心她 还骗她把钱都花光了 如果楚艺没钱了的话 怎么能请夜市雨来吃这么高档的饭店 听说这个饭店 吃一餐起码得花几千上万块 楚艺还真吓得了血本啊 可为什么请的不是她 极度 愤怒 柳如烟当场就想抓住楚艺问个清楚 可就愣神的功夫 楚艺和夜市雨就不见人影了 高怨小声的安慰起来 如烟 你别伤心 说不定是个误会 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却忍不住悲痛的大哭起来 她发狠一般的哭闹起来 误会 都这样了 还能有什么误会 楚艺 你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楚艺自然不知道柳如烟的心思 这几天她都在规划自己的未来 哪里有心思理会柳如烟 几天时间一晃而过 今天是返校的日子 高考虽然结束 可重要的填报志愿的日子 很快就要来了 楚艺来到学校 刚走进教室 就看到灵星已经到了 以前看到灵星 基本上都是顶着熊猫眼 网吧通宵 可现在 竟然拿着一本经济学的书 津津有味地看着 楚艺正想打招呼 突然 几个黄毛走了进来 这几人也是学生 以前在学校 就是吊耳郎当的货色 高考之后 彻底放飞自我 头发染成了黄色 手臂上还纹身了 其中带头的人 楚艺认识 隔壁班的混子学生周岩 周岩一进来 暴脾气的一脚 直接踢翻了 挡在他面前的桌子 砰 巨大的响声 让周围的同学都吓了一跳 纷纷推开 毕竟周岩可是学校霸王 谁敢惹 周岩嚣张地走到楚艺面前 楚艺是吧 胆子很肥啊 看来老子来了 还敢坐着 楚艺眉头一皱 语气平静地说道 你谁啊 怎么 你来还得给你进个礼吗 周岩气笑了 怒道 草 小子有种 敢这么和老子说话 是不是疲痒了 看到楚艺被骂 灵星第一时间站起来 他人高马大 直接挡在楚艺面前 大声说道 干什么 欺负人吗 周岩丝毫不惧 语气冰冷地说道 滚 我只找楚艺 妈的 给我上 弄他 灵星和楚艺两人眼神一冷 打架 换做前世 楚艺或许还会害怕 可现在 他压根没有丝毫恐惧 他有一百种办法 能揍周岩一顿 还将他送进看守所 就在千军一发之间 不知道谁叫了一声 刘老师来了 周岩脸色一凝 这毕竟是学校 他还不敢当着老师的面动手 看到柳一刚出现在班级门口 周岩露出一丝邪笑 盯着楚艺道 小子 我告诉你 柳如烟是我大哥的女人 你得罪他你完蛋了 等会给我滚到学校后山 记住 别想着偷跑 你敢跑 出了校门 你会死得更惨 说完 周岩大笑着离开 丝毫没有将柳一刚老师 放在眼里 柳一刚眉头一皱 看向楚艺 楚艺 这是怎么了 楚艺微微一笑 老师 没事呢 不用担心 灵性欲言幼稚 见楚艺泰然自若 也没多说什么 只能跟着坐下 心里却盘散着 等会一定要跟进楚艺 周岩那种混子 肯定会以多欺少 他可不能让楚艺单打独斗 刘一刚见楚艺这样说 也不好多管 他走进教室 开始给同学们说着 即将迎来的填写自愿 以及孤分的重要事情 楚艺对于这些 已经经历过一次 倒是了解得非常清楚 柳一刚说完 就让大家自由活动 灵性憋了一节课 一下课 他就直接朝着柳如烟冲了过去 牛脾气的他直接破口大骂 柳如烟 你什么意思 以为找几个混混来就牛逼了 也只有你这种烂货 才会和那种混混搞在一起 柳如烟脸色一僵 他连忙摆手 不是楚艺 我 我不认识他们的 灵性嗤笑一声 不认识 你没听他说 你柳如烟是他们大哥的女人吗 怎么 现在装可怜 亏我们楚艺以前那么喜欢你 真是瞎了眼 柳如烟心中也憋了一肚子的气 他虽然对楚艺最近的态度很生气 可他只敢忍着 毕竟 他要给肚子里还没出生的孩子 找个便宜老爹 他哪里会找人打楚艺 现在他可真是百口莫辩了 柳如烟急的走到楚艺面前 刚想解释 楚艺却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直接跨步走出了教室 灵性连忙跟上去 兄弟 你干嘛 为什么不找柳如烟算账 楚艺道 不急 迟早会算这笔账 灵性疑惑道 那你现在去哪 楚艺道 当然是回家了 灵性咧嘴一笑 没错 回家 和那些渣子计较 简直就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楚艺并没有反驳 说实话 他还真没有把学校里那几个混混放在眼里 这些家伙也就在学校里逞能 真出了社会 他们屁都不算 只是 很多时候 你不去理会麻烦 麻烦却总是主动找上门 两人刚走出校门 周延就带着人围了上来 草 我就是知道你们两个耸呆要跑 专门在校门口读你们 看你们往哪里跑这一下 吸引了不少同学驻足为官 柳如烟等人也都看到这一幕 高院紧张地说道 如烟 怎么办 看样子 周延不打算放过楚艺啊 要是楚艺被打 心里肯定会恨你的 柳如烟无奈地说道 我能有什么办法 人又不是我叫的 高院道 这些人 不会是黄毛哥叫来教训楚艺的吧 柳如烟道 应该是 这次楚艺恐怕再劫难逃了 黄毛哥也真是的 我都提醒过他 不要找楚艺的麻烦 他就是不听 高院道 如烟 你和黄毛哥是不是 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脸色一变 连忙说道 我和黄毛哥能有什么 怨怨 这种话 可别乱说 柳如烟还指望楚艺 能当他肚子里孩子的便宜老爹 以后还指望着楚艺养他母子俩 高院眼中闪过一丝怀疑 不过却没多说什么 此时 楚艺和灵星被五六个混混围着 在所有人看来 楚艺今天这顿打是免不了了 毕竟 昭延这几个学校霸王 可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主 几个学生小声的劝说起来 楚艺 好汉不吃眼前亏 低个头算了 是啊 没必要和他们这些混子拼命 不值得 大不了告诉老师 楚艺并没有听劝 他满脸淡定 平静地看着周延开口 周延 现在带着你这群小崽子滚开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楚艺 没听错吧 楚艺竟然敢这样和周延说话 周延更是脸色一僵 他在学校称王称霸这么多年 还没有几个学生敢让他滚 周延深吸一口气 一把扣住楚艺的脖子 咬牙切齿地说道 楚艺 我看你是找死 信不信 周延话还没说完 突然 砰 一声沉闷的声音响起 只见 楚艺用头猛地朝周延狠狠撞去 砰 瞬间 周延的鼻子就被砸歪 鲜血横流 草 好痛 周延捂着鼻子 满脸愤怒 灵心见状 清楚先下手为强的道理 立刻就一个勾拳 轰在周延脸上 楚艺和他对视一眼 在周延那些小弟还没反应过来前 两人像是出笼的猛虎 照着周延就是一顿暴揍 场面一下子混乱起来 周延那些小弟哪里能想到 楚艺两人竟然这么不要命 说开打就开打 等他们反应过来 周延已经被打得倒在地上痛苦哀嚎 妈蛋 敢打我们老大 找死 弄死他们 几个小混混朝着楚艺和灵心就冲过去 楚艺完全不怂 当场就抄起地上的一块砖 啪 直接给冲在最前面的一个混混 脑袋开瓢 这一手 顿时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愣 就连灵心都被吓傻了 混混蹦出的鲜血 飙在楚艺脸上 看上去格外的圣人 这群人虽然是混混 可也不是不要命的主 他们说到底也还是学生 直接被楚艺的这一手给吓傻了 一个个都不敢上前 谁敢赌啊 楚艺不要命 他们可还要 楚艺眼神冰冷地盯着几人 语气沉闷的喝道 带着这两个废物馆 别让我再见到 否则下次老子直接弄死你们 几个混混哪里还敢多说什么 架着周延和另一个受伤的混混 夹着尾巴逃跑了 周围的同学都被这一幕震惊了 靠 这楚艺什么时候这么牛啊 这可真是下死手啊 没想到 楚艺不仅读书这么厉害 连打架都这么牛 偶像 太帅了 厉害 柳如烟和高院两人此刻也目瞪口袋 特别是柳如烟 他从小就养成了比较偏激的性格 对于那些会打架的混混 一直都非常崇拜 甚至 为了能享受那种被人保护的滋味 不惜尾身给了黄毛哥 还以为自己能成为大姐大 结果 黄毛哥玩腻了 就直接甩了他 偏偏他还不敢有任何不满 现在 看到周延被楚艺打成这俯狗样子 心中不由感到有些后悔 以前怎么没发现楚艺竟然这么帅 如果早发现的话 他一开始就接受楚艺的追求 或许就不会落到这幅田地了 可世上没有后悔要 柳如烟眼睛闪过一丝痕辣 他必须牢牢地抓住楚艺 以后他想要过上安稳的日子 只能让楚艺来当这个冤大头了 灵星震惊地看着楚艺 一拍楚艺的肩膀 笑道 兄弟 没看出来 你打架这么狠 楚艺轻叹一声 目光直视前方 星子 你要记住 人不狠 站不稳 这是一个吃人的世界 俗话说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句话不一定正确 这个世界 吃苦不能让你成为人上人 要吃人才行 灵星毕竟才刚刚高中毕业 对于社会的认知 还处于一种极为单纯的状态 听到楚艺的吃人论 一时间 心中感到一种波涛汹涌的感觉袭来 吃苦不能成为人上人 吃人才能 这 真的是这个世界的法则吗 虽然灵星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楚艺的话 可他却将楚艺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 两人走出校园 突然 缓过神来的周岩带人再次折返回来 周围的人都看到这一幕 这一次 周岩带的小弟 手里都拿着刀棍 他可不是一个吃亏了就认的主 楚艺这下完了 周岩要动刀了 释手空拳 怎么能和刀刃相比 是啊 楚艺还是太冲动了 这下惨了 灵星也脸色大变 他和楚艺两人发狠 可以对付五六个 可那是在空手的情况下 现在 周岩都带着刀棍 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 楚艺眼神一凝 他看向灵星 说道 等会不妙的话 就跑 灵星说道 兄弟 你先跑 我可以挡一挥 楚艺眼神一冷 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既然动刀了 那这个仇就结下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等回头再收拾他们 两人正说着 周岩却大笑着走过来 哈哈 草 楚艺 你小子真有胆 敢打老子 今天 我就让你躺着从这里出去 周岩也不废话 一挥手 愤怒的大吼一声 上 给我弄死这王八犊子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间 突然 一阵汽车的鸣笛声传来 吓了众人一跳 所有人寻声望去 不由微微一愣 一辆霸气的奔驰车 缓缓开过来 虎头奔 霸气的前脸近其格栅 宛若老虎额头上的王子 能开得起这辆车的 那绝对是有权有势的大老板 周岩脸色一变 他再狂 看到价值百万的虎头奔开来 也免不了心理发怵 周岩瞪了楚一眼 小子 你给我等着 等会再收拾你 所有人就站在原地 安静地等着虎头奔离开 然而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发生了 只见 虎头奔缓缓地开到楚一面前 忽然停下 从虎头奔上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 他恭敬地走到楚一面前 您就是楚一楚先生吧 楚一点点头 道 我是楚一 你是谁 男子笑道 楚先生 我是雅云台叶老板的司机 我们老板想见您一面 不知道能所赏脸 叶老板 楚一眯着眼睛 叶世宇的老爹要见他 这倒是让他有些紧张 不过 楚一还是答应 他正好有个想法 正愁没有投资人 行 楚一点头道 男子笑道 楚先生请上车 他恭敬地将楚一迎上车 楚一却看了一眼傻眼的灵星 将其推上车 还愣着干什么 不上车等着被砍啊 灵星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钻进了虎头奔内 虎头奔在这楚一和灵星 缓缓离开 周延等人屁都不敢放一个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价值百万的豪车 竟然是来接楚一的 这楚一难不成有什么通天的背景 周延也傻眼了 他猛了 其中一个小弟 瑟瑟发抖地说道 老大 我们是不是惹了不该惹的人了 周延吞了一口口水 虎头奔啊 能开得起这样豪车的存在 恐怕一只手就能捏死他 完了 彻底的完了 相比周延的囧泰 最震惊的莫过于柳如烟 他此刻瞪大眼睛 整个人实话当场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过错日子了 对于楚一 他可是相当了解 无论是楚一的家庭背景 还是诠释能力 楚一除了会读书 是个书呆子之外 压根就没有任何让人高看眼的地方 这也是一直以来 他宁愿尾身小混混 也不愿意接受楚一的原因 跟在混混身边 他至少能获得极大的安全满足感 跟着楚一这种书呆子 能有什么前途 要不是为了给肚子里的孩子 找个便宜老爹 他根本不会多看楚一一眼 可现在 他猛了 彻底猛了 以前他一直认为的书呆子楚一 现在起飞了 不仅打架是一把好手 就连百万豪车的大老板 都要请他见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高院张大着嘴巴 看向柳如烟 如烟 这楚一是不是发弹了 柳如烟没有回答 只是眼神变得更加坚定 他一手抹着肚子 心中暗暗发誓 幸好 楚一以为我肚子的孩子是他的 只要有这个种在 楚一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乖宝宝 你可要争气 以后我们娘俩的幸福生活 就靠你了 柳如烟做着白日梦 此时 在虎头奔内 林兴还感觉自己在做梦 作为一个刚刚高考完的高中生 他竟然坐上了百万豪车 林兴忍不住捏了自己的大腿一把 瞬间痛得他大叫一声 楚一苦笑道 你干啥呢 林兴激动的说道 兄弟 百万豪车啊 我这辈子都没想过 有天我能坐上这么豪华的车 楚一道 这算什么 用不了多久 我们自己就能买一辆 林兴闻言一愣 百万 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楚一也没有解释 别的不说 只要向阳化工厂拆迁的消息一出 他立刻就会变成百万富翁 而林兴虽然只投资了一万 可赚个几十万 也是轻轻松松的 很快 车子就已经来到了雅云台 此时 叶施宇已经在店门口等着了 两人一下车 就看到叶施宇 楚一微微一笑 问道 施宇 你让这辆虎头奔来接我 是专门为我解围的吗 叶施宇一愣 摇头道 解围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不知道啊 是我爸想见你 所以才让司机去接你的 楚一了然地点点头 看来就是个巧合 林兴却睁着大眼睛 看向叶施宇 听两人的对话 他也回过未来 不会吧 叶施宇同学 这雅云台是你家开的 那辆虎头奔也是你家的 林兴惊讶地问道 叶施宇微微一笑 说道 是啊 林兴一开脑门 说道 天哪 我们做了三年同学 我竟然不知道你是个富婆 你也太低调了吧 叶施宇无嘴笑道 这也没什么好炫耀的 楚一 你快上去吧 我爸在办公室等你呢 楚一点点头 看了一眼林兴 说道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 我去去就回 说完 楚一就走进了雅云台 林兴现在还有点猛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指着楚一的背影 又看了看叶施宇 憋了老半天 才吐出一句话 叶施宇同学 你和楚一已经发展到 见家长的地步了 叶施宇脸色不由的一红 娇羞地瞪了林兴一眼 说道 胡说什么呢 我爸是有事找楚一 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事 林兴哈哈一笑 他不傻 自然看得出来 叶施宇对楚一 肯定有某种说不出的情愫 他也懒得拆穿 毕竟 与孩子面子都薄 楚一此时来到了办公室前 敲响了门 很快 里面传来低沉的声音 近来 楚一推门走了进去 一眼就看到一个中年男子 正服案写着什么 这人便是叶施宇的老爸 叶凡森 楚一缓步走过去 不知道叶凡森是不是有意 哪怕楚一走到办公桌前了 他依旧没有抬头 似乎是在考验楚一 楚一倒是波澜不惊 干净地等在一边 神情轻松地打亮着办公室 看得出来 叶凡森绝对是一个 颇有气质底蕴的人 他的办公室完全就是低调的奢华 眨一眼看去 甚至会感觉到 这个办公室有些简朴 因为 办公室无论是桌椅还是装饰 都显得比较古朴 可只有真正有眼力的人才能发现 无论是桌椅用的原木 还是墙上挂着的字画 都价值连城 叶凡森也在暗中观察着楚一 原本 他以为楚一这种年龄的小伙子 面对他的时候 肯定会显得非常紧张 甚至会手足无措 可等了好一会 楚一不仅没有先开口 看上去还非常的轻松惬意 波澜不惊 不卑不亢 叶凡森对楚一的第一印象非常不错 好一会 叶凡森终于放下手中的钢笔 站起来 伸出手 楚一 你很不错 楚一伸出手 笑道 你好 叶叔叔 楚一和叶士宇是同学 叫上一句叔叔 既不显得突兀 也拉近了两人的关系 果然 叶凡森文言 顿时哈哈一笑 好好好 来 我们坐下聊 两人入座 叶凡森就直入主题 小义 上次要不是你提供的消息 我们亚云台 现在恐怕已经官司缠身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 楚一不卑不亢的笑道 叶叔叔严重了 消息是你们花二十万买的 算不得什么人情 毕竟 若换成别人 恐怕只会把我当成无知小儿 不是吗 叶凡森文言 不由尴尬一笑 说实话 当时他也是这样的想法 如果不是女儿 叶士宇坚持 他还真未必会采纳楚一的消息 所以 思考了好几天的叶凡森 打算回报一下楚一 要知道 楚一那个消息 价值可绝对不仅仅是二十万 叶凡森笑道 小义 你的确是一个人才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想过做生意吗 若想法不错 或许 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叶凡森说得很谦虚了 以他的财富和地位 说白了 就是想要拉楚一吧 楚一却微微一笑 说道 叶叔叔 不瞒您说 我的确有个想法 不过就是可能有点出格 叶凡森呵呵一笑 说道 小伙子有奇思妙想那是好事 你尽管说 楚一文言 笑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叶叔叔一直在餐饮行业扎根 虽然也赚了不少钱 可餐饮在各地区局限性太大 我建议叶叔叔可以转行 转行 听到这句话 叶凡森直接就傻眼了 这想法何止是出格 简直是天方夜谈啊 叶凡森看着楚一 心中不由的苦笑 转行 说得容易 他现在拥有一家顶级私人餐厅 可以说也是非常赚钱的 至少 每年赚个大几百万 那就跟完事的 不过 对于楚一 叶凡森还是非常看好的 他至少愿意听听楚一的想法 叶凡森深吸一口气 说道 转行 哪一行 楚一不卑不亢的说道 叶叔 也就宁愿意听我说这些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未来十年二十年 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我们国家也将会腾飞 互联网 将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 叶凡森眉头微微皱起 这个年代 对于互联网并非一片空白 甚至可以说 如今大多数人已经接触了许久的互联网 比如 02年就成立的博客网 03年淘宝就上线了 甚至去年的熊猫烧香病毒 已经路人皆知的事情 叶凡森点头道 你年纪轻轻就能看到互联网的前景 的确不错 可如今互联网这块蛋糕 已经几乎被瓜分干净 就算我有心进入 也难以和那些互联网大佬抗衡了 楚一微微一笑 说道 错了 叶凡森一愣 问道 什么错了 楚一道 你想错了 互联网的蛋糕还没有被瓜分 甚至 互联网这一块 才刚刚兴起 未来十年 互联网电商文化 将会一军突起 现在入局 将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就是站在风口上 叶凡森皱眉道 风口 楚一道 没错 你可知道一句话很出名 接下来十年 只要站在风口 就算是一头猪 都能起飞 楚一将自己对未来的畅想 慢慢叙述着 很多事情甚至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叶凡森听得却异常激动 他甚至从未在一个 不过十八岁年龄的小年轻口中 听到如此多 能让他震惊的事情 叶凡森等楚一说完 并没有立刻表态 说实话 对于楚一说的这些 他的确震惊 楚一的想法 简直就是天马行空 可惜 叶凡森是一个商场的老油条 他扎根尸体多年 对于互联网虽然有听说过 可却从未了解 叶凡森还真没有这个魄力转行 他微笑着看向楚一 说道 小义 你很不错 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就当你帮了我们餐厅给你的报酬 楚一文言一愣 他诧异地看着叶凡森 白手道 叶叔叔 您可能误会了 我说这么说 是看在施宇的面子上 给你一些未来的建议 并不是来拉投资的 叶凡森倒是愣了 他以为楚一说了这么多见解 肯定是想要拉上他投资 毕竟 楚一不过是一个年轻人 没有资本 叶凡森问道 你不要投资 楚一道 不用 我的确要创业 不过我会自己去做 而且我很快也会有原始资金 叶凡森默不作声 楚一的确有些能力 可在这个世界上 特别是商场上 并不是聪明就能够赚到钱的 他调查过楚一的家庭 虽说不上贫苦 可父母都是打工族 家里存款恐怕都不超过五位数 没有资金 如何能创业成功 叶凡森苦笑道 年轻人还是太过激进 我今天说的话 可以保留 你随时可以找我要这笔资金 楚一眉头微微皱起 他看在叶士宇的面子上 想要给叶家一个富贵的机会 没想到 他却是自作多情了 楚一大然地站起来 叶叔叔 我知道了 告辞从亚云抬出来 叶士宇就立刻迎了上来 好奇地问道 楚一 你和我爸谈得怎么样啊 楚一微微一笑 谈得不错 给了你爸一些建议 不过踩不踩呢 还得看他自己 叶士宇一眼就看出 楚一的心思 他顿时心中郁闷 楚一 是不是我爸根本不听你的 楚一道 我说大小姐 我又不是神 你爸不听我的也很正常啊 叶士宇嘟着嘴 才不正常 我爸他就是没眼光 楚一 你放心 就算我爸不信你 我信 以后我跟着你创业 楚一文言 也没有拒绝 叶凡森或许会错过 破天的富贵 可看叶士宇的镜头 这信任感让楚一都有些受宠若惊 聊了一会之后 几人便各回各家了 时间匆匆而过 很快 就到了高考初分这天 一大早 楚中书和张红梅两人就起了个大早 他们专门在今天请了假 在大多数父母的眼里 高考分数 那就是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成绩 等楚一眯着眼睛 打着哈欠走下楼的时候 张红梅破天荒 没让楚一吃早餐 而是焦急无比 儿子 你怎么还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快把考试号拿过来 打电话查询分数了 就是 现在查分数的人多 别打不进去 楚一苦笑一声 看得出来自己父母太过激动 他也没扫心 将考试号递过去 说道 爸妈 你们问分数就问分数 别激动的晕过去了 楚中书一把抢走考试号 说道 除非你连的三本都考不上 否则你把我的承受能力还是可以的 说完 楚中书就拨打了查分号码 按照提示输入身份证以及考试号 因为过于紧张 还不小心输错了两次 终于 一切搞定 很快 成绩就被爆了出来 两人摒弃宁神 学生 楚一 高考总分 748 各科成绩将以短信的方式发送到手机 请注意查收 重听请按一 什么 楚中书和张红梅两人听到分数 瞬间整个人都愣在当场 两人一度怀疑是不是听错了 老楚 什么情况 是不是搞错了 748 是我听错了 还是他报错了 我听的也是748 快点 重听 两人又重听了一遍 这次终于听得真切 轰 脑袋仿佛被雷击中了一般 愣在原地久久无法回身 748 这个分数是人能考出来的吗 他们对楚一很了解啊 能够稳定600多分 那都谢天谢地了 现在 楚一的高考成绩差一点就满分 这什么情况 好一会 两人才反应过来 盯着楚一 问道 儿子 你真考了748 这成绩 恐怕是全省状元啊 楚一倒是不稀奇 没有满分也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 大概率是因为作文被扣了分数 不过 也无关紧要 他淡淡一笑 说道 爸妈 我不说和你说过了没问题的 748对我来说 小意思罢了 此刻 已经没有任何话语能够形容两夫妻内心的感受 楚中书激动的大喊起来 祖宗保佑啊 我们楚家终于出笼了 祖坟冒青烟 我们家出状元狼了 楚中书过于激动 一口气没上来 瞬间就捂着胸口倒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楚一吓了一跳 连忙冲过去 一把扶住楚中书 看了一下情况 并没有太大问题 才松了一口气 爸 我不是说了 查分数就查分数 别激动啊 回到房间 楚一就接到了两个电话 一个是灵星打来的 这家伙差点兴奋的晕过去了 他直接超长发挥 考了个602分 这个分数 上个重点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叶诗宇也打电话来报喜了 他成绩本身一直都不错 这次考试也上了700 挂上电话后 楚一就直接洗脏休息去了 而当晚 楚一搬起企鹅群就炸了 灵星待在网吧里 虽然是靠在角落的位置 可在企鹅群里 他可是支冷起来了 兄弟们 本大爷也有扬眉吐气的一天 哈哈哈哈 602分 大爷要上重点了 这一下 同学们彻底的惊呆了 要知道 灵星虽然在班级里算不上学渣 可他的成绩 能够上个大学就不错了 直接上了本科 还是重点 这足以让人傻眼 卧槽 灵星 你是不是作弊了 这么牛 602 比我高了200分 说好一起去打工 你却偷偷考本科 作弊 肯定是作弊了 这一声音陆续传来 灵星顿时脸色一凝 双手在键盘上疯狂打字 噼里啪啦 作弊 你们才作弊 老子靠的是实力 谁让我有个好大哥 你们这些小垃圾 羡慕极度恨吧 灵星的确有点太狂了 顿时 有人看不下去了 柳如烟 灵星 你也别这么狂 602分虽然不错 可班里也有比你高分数的人 柳刚 区区602分 就这么高兴了 我考了650 也没像你这么飘啊 哇 柳刚你考了650 厉害啊 还是柳刚厉害 灵星 厉害个屁 真正厉害的得是我大哥厨艺 柳刚 厨艺 他虽然读书还行 可也就那样 要是不失误 他顶多也就考个650 和我也算旗鼓相当罢了 是啊 柳刚和厨艺两人的成绩应该差不多 说不定 厨艺的成绩会比柳刚差呢 毕竟 柳刚也算超长发挥了 我觉得厨艺顶多排个第二 柳刚第一 众人都纷纷捧了起来 灵星看着众人的消息 不由的冷笑起来 600多分就想当第一 简直是做梦 灵星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你们简直是一群井底之蛙 灵星的调侃 顿时让群里大家都愤怒了 灵星 你什么意思 谁是井底之蛙 就是说清楚 你就是厨艺的狗腿子 厨艺有什么牛的 难道他还能比柳刚考得更高吗 柳刚此时在家里坐在电脑面前 看着同学们对他的恭维 心中别提多爽了 要知道 高中三年 柳刚一直活在厨艺的阴影之下 这次他发挥的不错 心中自然以为能压楚艺一头 区区楚艺合足挂齿 就在这个时候 灵星的消息却发了出来 哈哈 笑死人了 柳刚能第一 做梦吧 别说楚艺 就连叶士宇他都比不过 要知道 叶士宇这次高考 可是考了700多分楚艺的成绩 你们更是只能仰望 他的成绩 748 锁定全省状元 什么 748 疯了 真的疯了 天哪 这是真的吗 我们班要出个全省状元了吗 这 楚艺这前途无量啊 要多巴结一下 不然以后人家必定腾飞了 群里一下子将焦点 放在了楚艺的成绩上 柳刚神情尴尬地盯着屏幕 双手死死地拽着 748 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分数 他恨得咬牙切齿 群里的同学 已经将楚艺夸上天了 柳刚简直极度地快要死了 柳刚气不过 就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柳刚 哼 谁知道他是不是作弊了 就算考得好又怎么样 真以为现在还有什么寒门柜子吗 柳刚的话一出 顿时 几个平常跟柳刚玩得比较好的同学就附和了 就是 别说他还不是什么全省状元 就算是 等以后大学毕业出来 也不过是个打工仔 没错 顶多就是高级打工仔 还得是我们刚哥 家里有权有势的 以后前途无量 你们可不知道 上次刚哥请我们吃饭 知道一顿饭多少钱吗 我告诉你们 一顿饭两千块 四 一顿饭吃了两千 吃的什么 太有钱了吧 柳刚 一顿饭两千块 对于一群还没走出校园的学生来说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毕竟 他们大多数人 一个家庭一个月也就才花两千多 一顿饭就给造了 零星见柳刚在装逼 顿时也不爽 切 两千块算个毛 你们处一处大爷 前几天 花了三十万 直接买了个地皮 这消息发出去 群里顿时就沉默了 三十万 这个数字 直接让所有人脑袋都当机了 柳刚直接怀疑人生了 楚衣能拿出三十万 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很清楚 楚衣家里穷得要死 别说三十万 恐怕一万块都拿不出来 柳刚 零星 你别吹牛 还三十万买地皮 买的什么地皮 零星得意道 哼哼 说出来吓死你 向阳化工厂 知道吗 群里先是一阵沉默 随后 大笑表情直接刷屏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吹牛都不打草稿 楚衣是个傻子吗 买向阳化工厂那种鬼地方 还花三十万 这是脑子被门夹了吧 向阳化工厂 我知道 那老板破产跑路了 之前我听说有冤大头 把化工厂买去了 不会就是楚衣吧 不吃 冤大头 的确是冤大头 向阳化工厂那地方 连狗都不愿意多待 瞬间整个群里的气氛 都热闹起来 众人直接开启了嘲讽模式 显然将刚刚被楚衣 成绩震惊的事情忘记了 柳刚得意无比 零星却被气得不行 偏偏他还没办法反驳 虽然他很相信 楚衣买下向阳化工厂 肯定能赚钱 可以目前来看 向阳化工厂的确太过破旧 根本看不出一点价值 这件事也让零星气了好几天 他找到楚衣 将事情和楚衣说了一遍 楚衣却掐了掐手指 脸上露出一丝期待 别急 让子弹飞一会 马上惊喜就要到来了 高考分数出来后几天时间 大家都得回学校 开始填报志愿 楚衣和零星一大早就出现在学校 刚到门口 就看到柳如烟气呼呼地站在班级门口 看到楚衣过来 他生气地说道 楚衣 为什么这几天我找你都找不到 你到底在干什么 难道不用给我一直解释吗 楚衣冷漠地反问 我凭什么给你解释 柳如烟顿时要炸了 将肚子一挺起来 就凭我肚 话还没说完 他才意识到 这是在班级 这事情要是曝光 恐怕会成为爆炸性新闻 他连忙闭上嘴巴 深吸一口气 他温怒地质问 楚衣 我问你 前几天班级群里说 你花了三十万买了向阳化工厂 是不是真的 楚衣耸耸肩 说道 没错 柳如烟要气疯了 你 你是傻子吗 花三十万买一个破地方 你问过我没有 楚衣文言 顿时都被气笑了 反问道 你是我女朋友吗 我做什么需要你管 柳如烟顿时脸色一僵 他满脸愤怒 心中却是一喜 楚衣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要我做他女朋友 可他只要好好求我 我会答应的 现在 竟然想用这个事情来要挟他 柳如烟心中想了很多 他很清楚 越是让一个男人轻易得到 就越不会被珍惜 他必须在调琢处一段时间 反正有肚子里这个孩子 他不怕楚衣会跑 毕竟 楚衣这傻缺恐怕还以为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 柳如烟收敛起脾气 傲娇地仰起头 想让我当你女朋友 不拿出点诚意来 你以为我会轻易答应你吗 说完 柳如烟傲娇地转身离开 这倒是把楚衣和灵星两人给弄猛了 灵星看了一眼楚衣 苦笑道 这娘们 不会是得了一想症吧 楚衣怂怂间 就在这个时候 几道嘲讽的声音传了过来 哈哈 这不是大冤种楚衣吗 听说你花了三十万 买了个破地方 怎么 准备要盖个茅厕吗 笑死我了 这冤大头可够冤的 来人正是柳刚一行人 几人的大笑声 顿时吸引了不少同学的围观 楚衣眉头一皱 说道 冤大头 柳刚 你无事也就罢了 何必这么无知呢 柳刚脸色一凝 说道 楚衣 你说什么呢 我哪里无知了 楚衣说道 你的脑袋里 装的全是翔 你也有花三十万 买向阳化工厂 轮得到你来嘲笑我 你拿得出哪怕一万块吗 柳刚咬牙切齿地说道 笑话 我虽然拿不出这么多钱 可你买了向阳化工厂 等于白白浪费了三十万 你现在还是一个穷光蛋 楚衣看着柳刚 一副白痴的模样 他懒得计较 滚开 别逼我捶你 柳刚被楚衣的气势吓道 下意识地就往边上靠去 生怕被楚衣给揍了 转头又发现 那么多同学看着 他实在气不过 大声地冲着楚衣的背影吼道 楚衣 现在外面都在传 有个傻帽接盘了向阳化工厂 你就是那个傻帽 楚衣脚步一停 转身傲然道 不怕告诉你 向阳化工厂 不出两天 其价值会让你们顶礼膜拜 全文完 一起关注